如红在路 尚无应语 则无水矣 红不乱配 而六四亦无应语 与三相邻 设三针而从四 则为离红群而可仇 设四辅而救三 则为师其道而虽运亦不敢欲 凶可知矣 夫妃配而思相未配 以礼言之则寇也 三若守正而欲之 则在我既无离群之仇 在四亦无师道之凶 乃可顺相宝儿 六四 红见于目 获得其绝 五九 相约 获得其绝 顺以训也 四亦再睡 而成九三之纲 不足安身 如见于目 非红之所能欺 以红之指连 不能握目固也 获得其恒 而且大有如绝者 竖姬可以无救 意指上负九五言之 盖意应居应则顺 未训之主则训 故可记其无救而 九五 红见于灵 负三岁不孕 忠末之圣 即 项曰 忠末之圣 即 的所愿也 五本在路 而居尊位 则如高灵以 下应六二之父 方引师看看以字样 非九三之所能污 顾三岁不孕 忠末之圣 而即也 圣王得名 是之臣 满其梦 补求贤 本愿 不亦快呼 上九 红见于路 其语可用未移 即 项曰 其语可用未移 即 不可乱也 上亿在路者也 但九三位目落南祥之路 入于人中 顾凶 上九位兵判北归之路 超于天外 顾及 所谓红飞明明 义者和睦 但可远望其语 用未高人答事之以则耳 又凡红飞之时 成配者以赐在后 孤儿无履者独在于前 经上九超然物外 下无应语 如世间一夫 智不可乱 顾及也 以语为疑 则其唯用也大矣 顾约圣人百事之师 对下阵上 归媚 真凶 无忧力 夫剑而尽者 未有不归其所者也 以少女而归长男 过已相遇 亦记得其所归 然亦归则当终身守之 若更他妄则凶 又设以少女用事善权 则磨所力 佛法事者 修赐地禅 盖设世间事定而归佛法正会者也 躺之用此事定而设化仪 则必堕于爱见之网而凶 若单者此定 则于偏权取尽而磨所力也 断曰 归媚 天地之大义也 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新 归媚 人之忠实也 说一动 所归媚也 真凶 未不当也 无忧力 柔成刚也 如人有正配而不欲 则必取少女以欲子 此意天地之大义 以立国君用名士为宰府 不妨用小财小得为百官 官兴用妙定和妙会 不妨用次第诸禅住神通 设使天地不交 则万物不新 故归媚者 乃人道之以忠而成使者也 夫如是 则归媚何过 独恨其以说而动 则名为祭祀 实在情欲 如果君名为群僚 实在便必 关心名为祝道 实在未禅 故所归者名为媚也 女舍夫而她是 臣舍君而她枉 定舍会而独行 则必得凶 以挂中阴瑶之位皆不当故 女是爱而私臣 臣是宠而窃柄 定九席而丹者 则无忧力 以挂中六三之柔 臣九二出九之纲 六五上六之柔 臣九四之纲骨 相曰 则上有雷 归媚 君子以永中之弊 方雷之动 必敢于则 而雷则一席 则恒如故 此其可谓夫妇恒久之道 一起君臣相遇之道 一起定会君平之道乎 君子之于是也 为侠问其所事 先律永其所忠 苟亦永中未律 则之归媚之必已 喜有贤答 年高无子 事不取切 其妻已为仿己之度也 完转劝约 君物济我 以至无后 贤答约 无其不知青有贤得灾无年老矣 社取又切 未必得子 无眉之后 彼当如何 是已是福为耳 其妻尤未深信 乃密房亦少爱 后嫁买之 至久于房 又其夫与之同隐 抽身出房 反锁其门 贤答亦然从窗月出 欲其其曰 无其已衰退之身 无比童女 令彼后办事进退 失措也 性肃还比父母 勿追其嫁 于是妻及亲友 无不探服 为己 其乎受胎 怜欲三子 后皆显答 一 此所谓永中之弊 以得动天折乎 圣人于团传中 随顺恒情 则以天地大义许之 于大象中 劝修应得 则以永中之弊醒之 知此义者 亦可治国 亦可观心已 出旧 归魅以帝 博能履 真吉 相约 归魅以帝 以恒也 博能履及 相辰也 此卦以下对魏魅 以正魏所归者也 对三遥中 六三魏魅 而出九九二从嫁者魏帝 正三遥中 九四魏所归主 而六五如帝以之主婚 上六如宗庙之寿祭 经出九以刚正之德 上从六三之魅 归于九四 而魏其帝 六三如伯 呆出能履 故得真吉 帝之为德 贵在能恒 相辰于三 则三吉而出一吉以 九二 妙能履 利幽人之真 相约 利幽人之真 魏辩常也 以刚中之德 亦从六三而魏帝 六三如妙 呆二能履 夫不自有其名 而使人或其事 非忧人之真 其熟能之 然亦止是 帝德之常而 六三 归魅已须 返归以帝 相约 归魅已须 为当也 为对之主 恐其说之意动也 故戒之曰 须呆六五之命 物令人轻我 而反重我之地 以归也 由魏魏当 故戒之 九四 归魅千奇 持归有时 相约 千奇之志 有待而行也 三即需五命 而后归我 则我之归魅 不千奇乎 然虽持归 会须有时 如大顺不得负命 则呆帝尧之命 而行也 六五 帝已归魅 其君之魅 不如其帝之魅梁 月己望 即 相约 帝已归魅 不如其帝之魅梁也 其位在终 以贵行也 五位帝已 六三位魅 亦称女君 初九九二位帝 以魅而论 则三不如初之羽儿 以女而论 则如月己望而圆满意 夫以帝女之贵 而能行驾于下 不骄不抗 岂非吉之道乎 上六 女尘匡无时 事亏扬无血 无忧力 相约 上六无时 尘虚框也 正位对所尘之框 对位正所亏之羊 三尘于六 框则无时 六亏于三 羊则无血 故无忧力 盖身不积德 死后无灵 不能使子孙繁衍 至于不惑 以而归媚 此非女士之过 皆上六无时之过也 君子永中之弊 早见及于此已 周一禅解卷第六 周一禅解卷第七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下经之三 离下阵上 风 亨 王甲之 悟忧 一日中 家有妻妾则风 国有多土则风 观星有事缠住道则风 风则必亨 然非王不足以至风 风则可忧 而物图忧 但已如日之明照万会可也 断曰 风 大也 明已动 故风 王甲之 上大也 物忧一日中 一照天下也 日中则则 月盈则时 天地盈虚 与时消息 而旷于人呼 旷于鬼神呼 明而不动 动不以明 皆非王者之道 皆不可以至风 故为妄乃能上大而 所谓物忧一日中者 亦非指之令其不则 正宜用其名以照天下 则不为风所避也 至于则时迎虚 虽天地不能为时 徒忧何意 相曰 雷电皆至 风 君子以择玉至行 择玉如电之照 至行如雷之威 天之雷电 偶宜至焉 常至则物必坏 君子之用行欲 不得已而 轻用则名必伤 天之雷电 必在盛下 君子之用行欲 必于风乐康复之时 出旧 欲其配主 虽寻无久 网友上 相曰 虽寻无久 过寻灾业 他挂六摇 美意阴阳相应味得 所谓审前钢刻高明柔刻也 为理六摇 则阳与阳相得 阴与阴相得 所谓强服有钢刻谢有柔刻也 出九钢阵 欲九四为其配主 互相抵立 顾虽寻无久 而网友上 若不速网 至于过寻 不免日中则则而有灾矣 六耳 风其部 日中见斗 网的一吉 有福发若 吉 相曰 有福发若 信义发至也 六二为离之主 致名者也 尚与六五柔中和德 可以互相滋意 而六五为九四所格 如礼其部 而日中见斗者焉 夫六五谢有 可以诚感 而不可以吉印 故网则反的一吉 唯有福发若则吉 盖信义除疑 发以撤不也 不本无时 应宜固有 至发则宜除 宜除 则不撤而见九二之日矣 五本贤君 故其至可发 九三 风其配 日中见末 折其右躬 五九 相曰 风其配 不可大事也 折其右躬 中不可用也 以刚正而居离体 可以照天下者也 应于上六 阴阳交而配燃大雨 故于日中但见水莫纷飞 失望甲上大之事 中不可以有位义 明莫若左 动莫若右 上六居阵之急 妄动自伤 故在九三如折幼宫 四上之救 非三救也 九四 风其部 日中见斗 欲其遗嘱 即 相曰 风其部 位不当也 日中见斗 幽不明也 欲其遗嘱 即行也 以阳刚为阵之主 星云必曰 故为风不见斗 信欲出九刚阵 如日方生而往友上 力能等我而为遗嘱 相语摧散阴霾 行照天下 不失风亨之意 故及也 六二之风不见斗 乃至六五被九四所毙 经九四则自封其部 至始日中见斗 故以为不当幽不明则之 六五 来章 有庆遇 即 相曰 六五之急 有庆也 柔中居尊 而六二以信发之 虽全赖比黎明之德 一时有我能来之也 君臣何德 天下须蒙其庆以 上柳 封其屋 不其家 窥其户 门儿被其无人 三岁不敌 凶 相曰 封其屋 天际祥也 窥其户 门儿被其无人 自藏也 以阴居阴 处阵之急 礼之上 拒绝黎明 唯恐荣光之祸召集我也 故封其屋 则唐高树刃 非言斜绝 若预想于天际者 不其家 则多赦复弊 身自藏影 纵亏护儿 门儿被 若无人者 此乃从暗至暗 虽至三岁有不相敌 凶河如灾 三岁延其神九 亦以格于九三 共三遥故 更下离上 绿 小亨 绿真吉 日中则则 月银则石 故刺风之后明绿也 风已上大 绿亦小亨 真其有大小灾 再大则大 再小则小 耍不失其真而已 不失其真 则无往而不及已 断曰 绿 小亨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 指而立乎明 是以小亨屡真吉也 屡之时亦大已灾 在外顾名为吕 处吕莫尚于柔 用柔莫贵于德中 德中则能顺刚 而天下无难处之境已 只顾能随遇而安 立名顾能见机而坐 此吕之真 吉干之真 吉坤之真 吉大义之真也 从来大胜大贤 自天子至于数人 无不权以乾坤大义之真而处屡 无不及于屡时而聚见乾坤大义之真者 聚可以造次而呼其时亦之大灾 佛法试者 下三土无非吕 博迁三土中做大佛事 故时亦大 若以济光法身世之 人名小亨 相曰 山上有火 吕 君子以名圣用行而不流域 山如亭舍 火如过客 君子之审方寻寿也 法离之名 法更之甚 故行可用而欲不可留 盖舍使流欲不绝 则不为失离之名 亦且失更之甚以 观心侍者 念起即绝 绝即推破 不堕调毁也 初六 律所所 私其所取栽 相曰 律所所 至穷栽也 阴柔在下 不忠不振 律而所所者也 所所由云谢谢 由吴高明远大之志 所以自取其栽 六二 律即次 怀其姿 得同仇 得同仆真 得同仆真 项曰 得同仆真 终无有也 当吕之时 各已在上相近之遥 为刺位处未朝 而阴宜一阳 阳一复阴 经六二阴柔中正 顺乎九三之刚 故未及次 以阴居阴 而在更体 为怀其姿 下有所所知 出六 而无二心于我 为得同仆真 夫及次怀 自由属外缘 得同仆真 则有内得 有得如是 可谓屡真即已 终无有 九三 屡焚其次 丧其同仆 真力 项曰 屡焚其次 亦以商矣 亦律语下 其亦丧也 三以四位其次 而以阳玉阳 又属离体 故焚其次而亦可商矣 又复过刚不忠 处此屡时 由不知所以善语其下 致使同仆离心远去 死其人之罪也灾 九四 屡于处 得其姿福 我心不快 相曰 屡于处 为得为也 得其姿福 心为快也 君子行义 致缘不再姿福 九四禁负六五 辽可处以 以阳居因 因畏之福 由云之良 可以致用 顾名之福 然五方在屡 不能及待用我以行其志 顾虽或于处 而由畏得畏也 即畏得畏 顾虽得其之福 而于行道之心人未快也 六五 设至义始亡 终以御命 相曰 终以御命 尚歹也 此证所谓柔得 忠乎外而顺乎刚者也 虚心以昭天下之嫌 以计无虑 如设至者 虽或亡其一时 终必得至 故人欲知 天命之矣 盖矣人何天 天必幼之 名为尚歹 尚酒 鸟焚其嘲 旅人先笑后浩跳 丧牛于义 凶 相曰 以吕在上 其义焚也 丧牛于义 终莫之闻也 处吕莫上于柔 经义刚不忠正 而在离籍 更无父护之者 如鸟焚其朝矣 先则以处高位乐顾笑 后则以焚潮无归顾好跳 离本有聘牛之德 乃乃义人刚傲慢 不觉丧之 凶河如灾 燃潮之坟 由其已履在上 乃是高亢家人 故意能招之 其可归咎于命述 牛之丧 由其不知内审 交经自事 故或身于所乎 而终莫之闻 其可愿由于他人 训下训上 训 小亨 力有幽望 力见大人 善处履者 无辱而不自得 不训则无以自容以 训义亦应入于二阳之下 应有能而顺乎阳以致用 顾小亨而力有幽望 力见大人也 观心侍者 增上定学 以顺于时会以见理 团曰 重训以生命 刚训呼忠正而致行 柔皆顺呼刚 誓以小亨 力有幽望 力见大人 君子之在旅也 得呼秋名而为天子 明有能而顺呼君 君则殷勤正重 身无命以辅随之 盖由刚训呼中正之德 顾其至的行 顾柔皆顺之也 刚不中正 则不足以辅柔 柔不顺刚 则亦不得小亨以 力有幽望 力见大人 正所以臣其小亨 不枉不见 何以得亨也哉 项曰 随风训 君子以生命行事 风必相随即至 乃可以鼓万物 君子必身明其命 赌行其事 乃可以赶万名 故曰君子之得风 初六 进退 力武人之真 项曰 进退 至一也 力武人之真 至至也 初六 训之主也 训主于辱 而阴柔美幻多疑 顾获敬而且退 夫天下事本无可疑 特其至自已而 绝之以武人之真 则致至而天下事不难至已 此所云武人之真 集团所云有幽望而见大人者也 九二 训在床下 用始无分弱 即 无久 项曰 分弱之即 得中也 九五阳刚中正 未训之主 如坐床上 则九二训得之臣 故一在床下以 然以刚中得出六之顺 未免有见窃之嫌 顾必用始已既无所行 用污以达无成捆 分弱不敢烧书 乃得中而即无就也 九三 平训 令 项替 平训之令 至穷也 以刚居刚 非能训者 勉强学训 时或失之 盖至穷则不止于质疑 疑可治而穷则另矣 六四 毁亡 填或三品 项曰 填或三品 有功也 阴柔的阵 未训之主 圣乎九五阳刚中阵之君 此修修有荣之大臣 天下贤才皆乐为用者也 故如填或三品而有功 三品者 出九五军位 于三阳皆受其罗网义 九五 真吉毁王 无不利 无处有终 先跟三日 后跟三日 吉 项曰 九五之吉 为正中也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则不敢变更 虽有其位 苟无其德 则不能变更 九五盖得位相乘者也 顾得其训之真 而一吉 一毁王 一无不利 然是既变更 则是无出 变更得正 所以有终 又必丁宁于为更三日之先 且欲奎度于继更三日之后 则吉也 盘更已知 上九 训在床下 丧其之福 真凶 项曰 训在床下 上穷也 丧其之福 正乎兄也 以阳刚居挂上 举凡九五九二之能训者 皆在我床下矣 而我方上穷而不知 雇出六六四之之福 皆为二五所用 而不为我用 其凶也 是其正也 何所逃乎 佛法是六摇者 出世世间是禅 有进有退 二是空会 以史乌以通识相 三是前会 不能固守 四是出世间禅 多诸功德 五是中道正会 皆别入园 雇无出有忠 上是协会 灭绝功德 对下对上 对 亨 亨 力真 入则自得 自得则说 自得则人亦得之 人得之则人亦说之以 说安得不亨哉 然说之不以正 君子不说 顾力真焉 书云 无福民以从己之欲 往为道以千百姓之欲 断约 断约 说也 刚中而柔外 说以力真 是以顺呼天而应呼人 说以鲜明 明望其劳 说以泛难 明望其死 说之大 明劝以灾 刚中则无情欲偏移之思 柔外则无暴力粗浮之气 此说之至正 天地同此一得者也 以此德而鲜明 明自忘劳 以此德而泛难 明自忘死 即此事说之大 明自劝而虚化于善 非以我劝明也 项曰 力则对 君子以朋友讲习 则相力则不枯竭 学有蓬则不孤陋 以文会有 讲也 亦有夫人 习也 讲而不习则往 习而不讲则待 讲则有言不备于无言 习则无言正气于有言 又讲则即无言未有言 习则即有言成无言矣 出旧 喝对 即 即 相约 何对之即 行为一也 刚正无印 何而不同 得对之真者也 无私故为有疑 久而 辅对 即 会亡 相约 辅对之即 性智也 刚中则成内心外 自信其智 一族以取信于天下以 六三 来对 凶 相约 来对之凶 为不当也 六三为对之主 何以凶灾 干得昆之上摇而为对 以阳为体 以阴为用者也 若内无其体 途欲外习其用以来取悦于人 则乱亦必以 君子所以恶夫安者 九四 商对为您 借及有喜 相约 九四之喜 有庆也 对不可以不利真也 三支来对 何足练习 乃不忍觉而伤之 心必为您 为戒然自断 素及物持 则有喜 大臣不为谄媚所获 天下且受其庆 不止一生有喜而已 九五 服于包 有力 相约 服于包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臣内行外之智者也 故不为可服于君子 亦可服于包正之小人 势必改恶从善 反邪归正 而又利焉 盖既有其德 又有其味 故化道如此之甚而 上六 应对 相约 上六应对 为光也 上六意味对主 然既无其体 为思以悦引人 则心事亦暧昧矣 三欲来似 上欲引武 其情太同 而三不当为故凶 上游的正故不言凶 砍下训上 缓 哼 王甲有妙 力设大川 力争 月儿后散之 为公其月于天下 而不独乐其乐 故亨也 既能与名同乐 则尚可以月祖考 故王甲有妙 愿可以月四宜 故力设大川 而月不可以不正也 故戒之以力真 断曰 缓 亨 刚来而不穷 柔得为呼外而上同 王甲有妙 王乃在中也 力设大川 沉暮有功也 九二刚来而不穷 六四柔得为呼外而上顺于九五 此能扩充对卦刚中柔外之德 而换其月于天下者也 安得不亨 又九五居上卦之中 此王甲有妙以月祖考之相 陈迅木而涉砍水 此远月四宜决定有功之相 而真在其中以 相曰 风行水上 缓 先妄以想于地力庙 风行水上 不劳力而波涛普遍 先妄想地以示天 力庙以示仙 尽其一念成效 集足以感通天下 恩波亦无不便已 故曰明乎交涉之礼 地常之义 治国其如是诸掌乎 初六 用证 马壮吉 相曰 初六之吉 顺也 出居砍下 受四只风而用诊 诊则出水而登陆以 砍于马为美吉 经初六顺于九二 故为马壮而吉 九二 幻奔其物 毁王 相曰 幻奔其物 得愿也 此阵断传所谓刚来而不穷者也 当幻时而来奔聚于物 浊然安处中流 得其自悦悦他之愿 顾毁王 六三 幻齐弓 吴辉 相曰 幻齐弓 智在外也 应居侃体之上 六四上同上九之风而幻之 举体散作波涛一润于物 智在外而不在宫 故无悔也 六四 幻齐群 缘吉 幻有秋 匪夷所思 相曰 幻齐群无吉 光大也 此阵断所谓柔的为呼外而上同者也 应柔的阵 未训之主 上同九五 下无应语 竟幻齐群已何于大功 此则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 名虽未患 而时乃有秋矣 圣人无吉 魔所不吉 光明正大之道 其平常思虑所能及哉 九五 幻汉齐大号 幻王居 五九 相曰 王居五九 正位也 发大号以与名同月 如汉之发于中而加于四体 盖四之幻群 由五位王而居于正位 四乃的上同之 事故大号如汉换于外 王居正位常在中 故无就也 上九 换其血去剃出 五九 相曰 换其血 愿害也 写者 砍之相 剃者 愿也 人又大患 为其有身 常情之之 保卫己功 正力观之 乃浓血剧 独害本尔 上九 用六四之风 以换六三之功 六三可谓忘身为国 故智在外而无悔 然非上九为其远害 则六三何能心利乎 何六谣言之 九二如贤良明目 晨流宣化 六四如明是大臣 智公无私 九五如智世圣王 与明同乐 上九如宝父司徒 教明出害 出因此而出险 既把苦必得乐 故疾 三因此而忘我 既远害必心利 故无悔也 对下砍上 劫 哼 苦劫不可争 水以风而患 以则而劫 劫则不愧不合 而可以长润 故哼 孵过于患必劫 故受之以劫 然过于劫则则苦 又其可长守乎 断曰 劫 亨 刚柔分而刚得终 苦劫不可争 其道穷也 说以行显 当位以劫 中正以通 天地劫而四十成 劫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 得中则不苦 苦则穷 穷则不可以储藏 不苦则说 说则并可以行显 为劫而当位 思为中正 为中正 故通而不穷 天有四十 亡有制度 皆所谓中正 以通者也 相曰 则上有睡 结 君子以制数度 亦得行 若免留 若宗庙 若悦舞 若揭壁 若诗归 若绝路等 皆有其数以为度 至始各得其节 则无过与不及 而不奢不减 若建军 若士卿 若皆兵 若居桑等 皆跟乎得以成行 亦始各当其节 则无过与不及 而可计可传 如则结水 称其大小浅深 要始不愧不合而已 出旧 不出互庭 无旧 相曰 不出互庭 知通赛也 节之意义多以 或时节 或财节 或品节 或明节 或遵节 或福节 或节制 或节文 或节线 或节操 精且以时节言之 刚正而居下位 九二塞于其前 故顺时而止 不出互庭 既知才节 则品节明节皆善以 复以 复以节制言之 上映六四 水击上浅 故一塞 使不留也 九二 不出门庭 凶 相曰 不出门庭凶 失时及也 若以时节言之 既在 既在可谓之 既在可谓之位 又有刚中之德 六三 以辟其门 而乃尚无应语 故守小节 岂非大师 复以节制言之 上队九五 水击渐深 便宜通之始流 胡须阻塞 以至红犯 岂非失时之极 六三 不节弱 则节弱 五九 相曰 不节之节 又谁就也 若以时节言之 应不中正 居下之上 又未悦主 故使则自情是意 而不知节弱 后则幽幻见之 而徒有皆弱 自取其咎 无可以救谁也 父以节制言之 上队上流 水以泛滥 而则口不能节之 徒有皆弱而已 将谁就乎 将谁就乎 六四 安节 亨 相曰 安节之亨 臣上道也 若以时节言之 柔而得正 居大臣位以臣圣君 故为安节 所谓太平宰相也 父以节制言之 下映出酒 塞而不留 任九五上六之波及于物 而我独享其安 顾亨 九五 干节即 网友上 相曰 干节之即 居为中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所谓当位以节者也 无过不及 顾干而及 行之无弊 顾往友上 自居为中 顾非诗时 即之久二所能阻碍 上六 苦劫真凶 慧王 相曰 苦劫真凶 祈祷穷也 若以时节言之 纯阴而居节之即 顾手不通 顾其道既穷 虽正义凶 彼职位正 实非正也 为悔而改之则不穷 不穷则凶可亡以 复以节制言之 水亦留下为其节操 六三对口上缺 不能节制 顾上六 尽其留下之节而不稍留 遂至枯竭而为苦劫 顾约其道穷也 对下训上 忠服 屯于吉 立设大川 立真 四时有节 顾万物信之 而各或生成 数度得行有节 顾天下信之 而成其感应 福者 感应器和之位 忠者 感应器和之缘也 由忠而感 故由忠而应 如屯于之拜风 比其有安排不至思议策夺也哉 忠服而能若屯于拜风 则极已 然欲至此道 则立设大川 而又立真 盖不设川 不足以敬天下之质变 不立真 不足以操天下之质恒 不设川 则不能以敬恋心而致用 不立真 则不能以礼荣事而立本也 断曰 忠服 柔在内而刚得忠 说而逊 福乃化邦也 屯于吉 信吉屯于也 立设大川 沉目周虚也 忠服以立真 乃应呼天也 何全挂而观之 二柔在内 则虚心善顺 毫无暴力之思 分上下而观之 两刚得忠 则笃实真诚 毫无情欲之杂 对悦则感人已和 逊顺则入人必洽 故邦不齐化而自化也 信吉屯于 油言信若屯于 盖人心巧智多而机械手 施无心之感应 不及屯于之败 疯者多已 故必信若屯于 而后可称中服也 迅未目 未周 浮于则上 内须而目间 故能无物不载 无远不达 人之柔在内如须周 刚得忠如肩目 思可立万变而无败也 夫中服及天下之至真 唯立真乃成中服 此其勉强造作所成 乃应乎天然之性得耳 事官聚风将作 屯于月波 于何心于赶风 风何心于应于 盖其机则置须 其礼则置时矣 无人现在一面心性 亦附如是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密之了不可得 可谓置须 天非此无以为父 得非此无以为宰 日月非此无以为名 鬼神非此无以为灵 万物非此无以身欲 圣贤非此无以为道 体悟而不可疑 可谓置时 夫十方三世之情 止本虚 而心体真实 绝不可谓之虚 天地万物之理体本实 而相同幻梦 绝不可谓之时 是故柔与刚非二物 内与中非二处也 知乎此者 方可明真 方可舍穿 方性即吞于而即已 相曰 则上有风 忠服 君子以意欲缓死 则感而风应 风失而则受 随干随应 随师随受 此中服之至也 君子之名之为恶也 盖有出于不得已折焉 如得其情 则哀今而勿喜 故于欲则意之 公仪为重 罪仪为轻也 于死则缓之 与其杀不孤 宁师不惊也 如此 则杀一人而天下福 虽死不愿杀者已 出酒 于即 有他不厌 相曰 出酒于即 智慧便也 君子戒圣呼其所不独 恐惧呼其所不闻 皆是向一念为身前下手 即本体即功夫 即功夫即本体 故能顿势不见之而不惠 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所谓黯然而日章者也 才起一念 责明为他 责致辩而不愿意 小人而无忌惮 行险教 行处加信 皆从此一念构出 可不愚之愚出也灾 中辅以天地万物为公 若专印六四 便明有他 久而 明赫再因 其子何之 无有好觉 无语而迷之 相曰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刚得忠而居二因之下 此证黯然日章者也 赫明子和 感应并出于天然 岂有安排勉强 故曰忠心愿也 自无专止 但取同德相符之人 六三 得敌 或谷或霸 或气或歌 相曰 或谷或霸 为不当也 若以挂体何观 则三与四皆所谓柔在内者也 今以诸遥各论 则六三应不忠正 为对之主 本应上久而比方登天独明 不来相顾 静得六四 敌体同类 故有诗心其所得 则或谷 有诗愿其所应 则或霸 有诗摇曳上久 则或气 有诗且于六四 则或歌 皆由无德 不能当未故也 六四 越几望 马匹王 五九 相曰 马匹王 绝类上也 柔而得正 应得之胜者也 故如越几望焉 六三望欲的我未匹 我必亡其匹 绝其类 乃上何于天地万物为公之中福而无咎也 九五 有福鸾如 无咎 相曰 有福鸾如 为正当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得位相称 天下信之 乱如而不可已夺者也 然亦只尽中福之道而已 岂有佳哉 故诞约五九 亦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之之于 上九 汉应登于天 真凶 相曰 汉应登于天 何可尝也 刚不中正 居训之上 挂之中 自信其好名好高情见 而不知柔内得中之道者也 如雄鸡舍其聘而登名于乌 以为不祥 旷御登天 天不可登 人必以为怪而杀之以 何可尝也 更下阵上 小过 亨 力真 可小事 不可大事 非鸟宜之音 不宜上一下 大吉 君子之志数度亦得行也 使其劫如天地四时 则屯于异性之以 夫其有过也哉 自其不能应呼天者 以有他而不厌 顾过或生焉 然过从求性而生 过则小矣 过生 而圣贤为之补偏就必 如行过呼功 丧过呼哀 用过呼简之类 未免交往过正 此意所谓小过也 夫求性而成小过 其过可改也 故亨 交往而为小过 其过可取也 故亨 然必要于的正而以 亦 争则小过 便成无过 不争则小过 将成大过 事故当小过时 但可谓小事以其负于 无过之地 不可更为大事 以致酿成不测之余 譬如非鸟已过 以我已应 不宜上而已下 上则阴阳而我不得闻 下则阴阳而我得闻之 得闻鸟 以欲得闻我过而速改焉 则负于无过之地 过小 而己乃大矣 断曰 小过 小者过而亨也 过以力争 欲实行也 柔得忠 事以小事及也 刚失位而不忠 事以不可大事也 有非鸟之相焉 非鸟宜之鹰 不宜上已下大吉 上逆而下顺也 小者及小事 小事有过 故人不失其亨 设大者过 则必利有幽往乃亨已 唯与实行 故虽过不失其真 断誕言真 传特点出实行二字 正显时当有过 则过乃所以未真 躺不与实行 虽强欲藏身于无过之地 亦不明为真也 且人有刚柔而得 认大事则宜用刚 处小事则宜用柔 今此挂柔的其中 得忠则能与实行 故小事即 刚施谓而不忠 不忠则不能与实行 故不可以大事 且挂体中二阳瑶如鸟之杯 外各二阴如书二亿 有四飞鸟之相 鸟若上飞 则凤逆而阴雅 鸟若下飞 则凤顺而阴阳也 前启心曰 大过 大者过也 约刚过而终 小过 小者过也 约柔得终 其所谓过 皆有余之位 大臣其大 如独立顿事等事 小臣其小 如过功过哀过俭等事 初不适过刚过柔 更不是过忠 故大过之后 受之以坎离之中 小过之后 受之以继继位继之中 君子以天下与世论 须是大过 以家与生论 须是小过 大过以刚大有余味用 刚中之能是 小过以柔小有余味用 柔中之能是 刚中又训对二柔之用 柔中又正更二刚之用 都不是过中之过 又匪专以坎位刚中 离位柔中 顾随小大而皆亨 项曰 山上有雷 小过 君子已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俭 无草如曰 功以旧傲 哀以旧意 简以旧舍 旧其过以补其不足 去于平而矣 所谓时中也 向事曰 曰行曰丧曰用 皆见于动 以向正也 曰功曰哀曰简 皆当止之节 以向更也 出六 非鸟以胸 相曰 非鸟以胸 不可如何也 应不中正 上映九四 一下而反上者也 凶绝不可就已 六二 过其阻 欲其比 不及其君 欲其臣 五九 相曰 不及其君 臣不可过也 舍欲上境 则必过九四之足 欲六五之比 然两阴不相应 而六二阴柔中正 居于子体 故不复上 及六五之君 但欲其九四之臣 以之九四虽臣 而时有得 绝不可过故也 二与四同工而意味 故有相遇之礼 太公必咒而欲文王 四摇四之 九三 伏过防之 从或枪之 凶 相曰 从或枪之 凶如何也 重刚不中 而应上流 如鸟身不能为主 反随意而高飞 既伏肯过防贤之 必有从而枪之者已 其凶何如 九四 五九 伏过欲之 往立 必戒勿勇 勇真 相曰 伏过欲之 为不当也 往立必戒 终不可偿也 九三信其刚正 自以为无救者也 乃福房而至枪 九四居位不当 自知其有救者也 乃周公许其无救 何灾 盖人为自见有不足处 方能过于省察 遥顺其有病诛 文王望到未见 孔子五十学意 伯欲寡过未能 皆此一耳 四语出应 顾伏过而欲之 但始初来听命于四 则四为主而无救 涉使四王听命于出 则出反为主 喜上而不喜下 出的凶 而四亿胜利矣 顾必戒而勿用 须是勇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 乃可长也 六五 密云不语 自我息交 公义曲笔在穴 项曰 密云不语 以上也 阴柔不正 下无应语 虽为天下共主 高则不下于名 如云自息交 虽密不语折焉 乃是九四之功 坐收下为群衔 如亦比在血而不费力 盖由六五之以上 唯于不一上一下之真故也 此如咒不能用太公反时文王取之 上六 浮育过之 非鸟离之 凶 世卫灾神 项曰 浮育过之 四抗也 下应九三 而阴居动体挂疾 方雨出六股汗奋飞 故浮育九三 而静过之 一切飞鸟皆稀离之 一群独上生死与落而后已 其凶也 盖天及之 顾曰灾神 其灾业 十字取之 顾曰以抗 节奏亡国 一景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所致而已 岂有他灾 设肯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减 何以至此 离下砍上 记记 亨小 力真 初级中乱 君子之余是也 功以计傲 哀以计义 简以计奢 凡事事的其中 则无不计者已 无不计故亨 不为再大 而亦极小 盖摩所不亨者也 然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乃万古之正理 事官周不负于龙门 而负于沟渠 马不绝于阳长 而绝于平地 其未勾取平地 其未勾取平地返险于龙门阳长灾 或美生于不测 幻莫胜于无被故也 故必立真以持之 不然 方其初的寄计 皆已为己 终必以此治乱 不可就已 如水的火迹而可饮可用 燃射不畏之防弦 则火炎而水枯 水绝而火灭 不反至于两伤乎 断曰 记记亨 小者亨也 力真 刚柔震而未当也 初级 柔得忠也 忠止则乱 祈祷穷也 小者尚亨 则大者不带言以 六十四卦 为此卦刚柔皆当其位 故真 六二柔的其中 为离之主 以此祭水 水方成用 故初吉 燃射以为祭无不祭 便可终止 则必至水绝火灭火 沿水枯之乱 或任其火尽水节 故曰其道穷也 相曰 水在火上 祭祭 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 方其祭祭 四位有患 患必随至 故君子深思而预防 集团所谓力真者也 说统云 体火上之水 体火上之水以至火而防其翼 体水下之火以祭水而防其裂 出旧 叶其轮 如其尾 无旧 相曰 叶其轮 亦无旧也 六摇皆思患预防之之也 既既则出以既以 轮由夜而若欲行 唯犹如而若欲度 无事不忘有事 防之于出 则不置于中乱 故意无久 六耳 赋丧其福 物竹 七日得 相曰 七日得 以中道也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君位 二以阴柔中正应之 必有小人欲为离间而窃其福者 二得中道 故安然不寻逐之 唯物竹乃七日自得 逐则失中道而福得已 物竹二字 即思患预防之妙 九三 高宗法鬼方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相曰 三年克之 贝也 以众刚居明吉 高宗法鬼方之相也 然且三年克之 困贝甚矣 旷刚明未必如高宗者乎 旷可用小人以穷兵读五央民贼国乎 奈何不思患而预防之也 六四 虚又一如 中日解 项曰 中日解 有所已也 美伯曰虚 必须曰如 虚必转而未如 可无戒乎 潘雪松云 四居三之后 黎明静而 坎越方身时也 再三已称日则之离 再四何渴望终日之界 偶一约 一极是思幻预防之思 九五 东灵杀牛 不如西灵之乐祭 实受祈福 相约 东灵杀牛 不如西灵之时也 实受祈福 吉大来也 黎东坎西 下挂境黎明之用以至祭 犹如杀牛 九五 以坎中刚正之时得而享受之 曾不费力 犹如月祭 盖虽有其德 苟无其时 不能至此 苏有其时 苟无时得 亦不能至此也 而思幻预防之指 则在已成不以物中见之 上流 如其手 力 相约 如其手力 何可久也 以阴柔居显之极 在祭之中 所谓终止则乱 不能思幻预防者也 如肚水而如其手 不亦为乎 砍下离上 为祭 亨 小胡气祭 如其为 无忧力 既有祭祭 必有为祭 以物本不可穷尽固也 既有为祭 必当祭祭 以先知祭祭 原从为祭而祭固也 是以有亨道焉 然为祭而欲求祭 虚老臣 虚决断 虚首为一致 躺如小胡之气祭 而如其为 则磨所利 团约 为祭亨 柔得中也 小胡气祭 为初中也 如其为无忧力 不续中也 虽不当为 刚柔应也 六五之柔得中 所谓老臣决断 而能首尾一致者也 为初中 言上为初险中 此时正赖老臣决断之才时 首尾一致之精神 而可不续中如小胡乎 然虽不当为 而刚柔相应 则是为祭所可以可亨之由 相曰 火在水上 为祭 君子已胜便物居方 物之性不可不便 方之宜不可不居 故君子必胜之也 如火性延上 水性润下 此物之不可不便者也 延上而又居于上 不以抗乎 事宜居下以寄水 润下而又居于下 将安抵乎 事宜居上以寄火 此方之不可不居者也 如水能治火 亦能灭火 火能寄水 亦能劫水 又水火皆能养人 亦皆能杀人 以利一切诸物无不皆然 辨知可福祥明 居知可福真卓耶 初六 如其位 令 相曰 如其位 亦不知己也 因柔居下 无济是财 将终于不济而可修以 岂知时事已及 故意为立者灾 九二 夜其轮 征集 相曰 九二征集 终以行正也 刚而不过 依次夜轮而行 得即时之正道者也 尤其在中 故能行正 可见终于正不适二理 六三 未继真凶 立设大川 相曰 未继真凶 未不当也 应不中正 才得剧烈 故往必得凶 然时则将出显矣 若能成周已设大川 不图自视其力 则显可计也 九四 真即毁亡 正用法鬼方 三年有赏于大国 相曰 真即毁亡 至行也 刚而不过 如日方生 得即时之德之才之位者也 故真即而毁亡 予以正其大名之用 法比幽暗鬼方 三年功臣 必有赏于大国 以 即时本应居所求之志 经得行之 六五 真即无悔 君子之光 有福即 相曰 君子之光 其灰即也 柔中礼主以居天位 本得其正 本无有灰 此君子之光也 又须己以福久而 而其灰交映 天下养之 即可知已 上酒 有福于饮酒 无酒 如其手 有福失事 相曰 饮酒如手 亦不知节也 六五之有福即 天下以计计已 故上酒守其成 而有福于饮酒 乃与名同乐 无酒之道也 然君子之于天下也 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苟一任想太平了 而无敬业替力之心 如饮酒而如其手 无幸其必失今日此乐 亦必不知节骨 节者 如天地之四时必不可过 亦未知己 初六柔宜太过 顾云亦不知己 上酒刚性太过 顾云亦不知节 知己之节 则未记者得记 以记者可偿宝乙 周一禅解卷第七 周一禅解卷第八 北天目道人偶云秩序者 细辞上传 福西社六十四卦 令人观其象而已 下伤各于卦瑶之下 细辞烟已断吉凶 如所谓连山归藏者事也 周之文王 则细辞于美卦之下 则细辞于美卦之下 明知曰 团 歹呼周公 赴细辞于美瑶之下 明知曰相 孔子继位 团传向传以示之 经幼统论福西 所以设卦 文周所以细辞 其指趣 纲领 体度 繁力 彻呼信修之源 通呼天人之慧 疾呼巨系之事 惯呼日用之为 顾名为系词之传 而自分上下焰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礼 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 卦瑶阴阳之义书 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 义之简能之义学 顽挂摇阴阳而成之者也 由义礼方有天地万物 此义在下文明之 经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 由义书而成义学 由义学而弃义礼 天尊的碑 乾坤定义 碑高义成 贵贱未以 动静有长 刚柔断以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及凶身以 在天成相 在地成形 变化见以 事故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亦润亦数 此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也 一只乾坤 即向天地 一只贵贱 即法高悲 一只刚柔 即法动静 一只即凶 即法方物 一只变化 即法形象 是故意之有 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而变化无穷 由天地之有 雷霆风雨 日月寒暑 而万物皆被 盖无有一文 一字是圣人 所度转也 干道成男 坤道成女 干之大使 坤作成物 潜以一只 坤以简能 一则一只 简则一从 一只则有轻 一从则有功 有轻则可求 有功则可大 可求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 一简而天下之理的以 天下之理得 而成为乎其中以 此名由一书而成一学 由一学而弃一理也 万物虽多 不外天地 亦挂虽多 不出乾坤 圣人体肝道而为智慧 智慧如男 体昆道而为禅定 禅定如女 智如今生史条理 定如欲正中条理 智则执心正念真如 顾一之而无委屈之相 定则持心常在一缘 顾见能而无作错知其 正念真如 顾无无隐忽而而一之 持心一缘 顾无入不自得而一从 一知 顾了知身佛体同而有轻 一从 顾觉能愿使要终而有功 有轻 不为可大而又可久 即会之定也 有功 不为可久而又可大 即定之会也 得业俱备 以修显性 顾得理而成为以 义理本在天地之先 义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 经言天下之礼者 以既一礼而有天地 则此礼即浑然在天下也 义以孔子既是为世间圣人 顾且就六合内言之 圣人设挂观相 细词焉而名即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即凶者 施得之相也 毁令者 忧于之相也 变化者 进退之相也 刚柔得 昼夜之相也 六摇之动 三级之道也 事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义之序也 所乐而玩者 摇之词也 事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词 动则观其辩而玩其战 事以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为其一礼全献忽天地之间 而人莫能之也 故福西社卦以全显之 闻周佑观其相 细词焉而名即凶 以昭告之 顺理者即 逆礼者凶也 夫意礼本具刚柔之用 而刚柔各有善恶之能 刚能畅使 而过刚则者 柔能沉顺 而过柔则谜 然刚柔又本户具刚柔之礼 故物礼者能达其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及施礼的礼之相也 毁令者 乃忧于未然律于事先之相也 知己凶之相 则必为之进退 而物守其穷 故变化者 明示人以进退之相也 知毁令之方 则必通呼昼夜而善达其用 顾刚柔者明示人以昼夜之相也 然则六摇之动 亦为全显三级之道而已 三级之道 及先天一礼 非净非退 而能净能退 非咒非夜 而能咒能夜 天得之以利即于上 得得之以利即于下 人得之以利即于中 顾明三级之道 乃及一而三 及三而一之即利也 夫一礼 既在天而天 在地而地 在人而人 是故随所居处 无非一之次序 知须随位而安 至次所安之位 虽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 便是全体三级 全体一礼 不须更向外求 而就此一位中 具足无量无边变化 统设三百八十四种谣词 无有不敬 是可乐而晚也 平日善能乐玩 故随动皆与礼合 纵欲便故 神恒不乱 自能救己远凶 此乃自心合于天理 故为礼之所有 起教 行处家信 余数数哉 断者 言忽向者也 咬者 言忽辩者也 急凶者 言忽其失的也 毁令者 言忽其小思也 无救者 善不过也 事故列贵贱者存忽畏 其小大者存忽卦 便及凶者存忽辞 忧悔令者存忽解 正无救者存忽悔 事故卦有小大 此有显义 此也者 各指其所知 臣上居则观其相 而言向者莫若断也 动则观其变 而言变者莫若遥也 彼断遥所言及凶者 乃是人以失德之志 使人去德而必失也 所言毁令者 乃是人以小思 使物成大师也 所言无救者 乃是人以善补其果 使还归于的也 事故为以列其贵贱 使人居上不交 为下不备也 卦以其其小大 使人善能用阴用阳 不被阴阳所用也 此以便其吉凶 使人之吉之可去凶之可避也 此其辨别之端甚为 非观向完战者不能忧之 此其挽回之力虚猛 非观便完战者不能证之 事故卦有小大 此有显义 盖明明指人以所趋之礼 所趋之礼即即道也 自非全体合理 绝不能有即无凶 异于天地准 故能米伦天地之道 仰义观于天文 辅义查于地理 是故之幽明之故 原始反中 故之死生之说 精气未误 由魂未辨 是故之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 知周乎万物 而道际天下 故不过 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故不忧 安吐敦乎人故能爱 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宜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夫观向顽词观便完战者 正以此能指示 究竟所趋之礼故也 以此所以能指示己礼者 以圣人作义 本自与天地准 故能米合金伦天地之道也 圣人之作义也 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 知天文地理之可见者 皆是形下之气 其是圣明 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 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望动望静 动静无性 即是形上之道 其理甚幽 此幽名是理 不二而而 二而不而 为生关系查乃之之也 缘其所自始 则六十四始于八 八始于四 四始于二 二始于一 一何始乎 一记无始 则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 无始之始 甲明未深 返其所以终 则六十四终指示八 八终是四 四终是二 二终是一 一终是无 无何终乎 无记无终 则一乃至六十四义无终也 无终之终 甲明未死 由迷此终使死生无性之理 故望于天地兼揽精气以为物 由魂灵已轮回六道而未变 事故知鬼神之情状也 圣人既如此养观俯察 乃至鬼神之情状皆被知已 然后作义 所以义则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也 依义起知 知乃周乎万物 而道记天下 故不过也依义起行 行乃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 故不悠也 知行俱足 则安吐敦人 广度寒时 故能爱也 事以恒则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宜 数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恒便数穷 安幼方所 既无方所 宁幼体相哉 神指圣人 亦指理性 非无体之异力 不足以发无方之神之 非无方之神之 不足以正无体之异力 旁行者 普现色身三昧 现行六道也 不留者 不随六道或夜所迁也 乐天者 恒观第一 一天也 执命者 善达十界缘起也 安吐者 三途八南皆长寄光也 敦人者 于一切处修大慈大悲三昧也 咒者涅槃 夜者生死 乐之涅槃生死无二至故 三世一照 名为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亦阴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臣知者信也 仁者见之味之人 知者见之味之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先矣 显诸人 藏诸用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圣德大业至已栽 富有之味大业 日新之味圣德 深深之味义 丞相之味前 孝法之味坤 集数之来之味战 通辨之味是 阴阳不测之味神 夫亦虽无体 摩索不体 非离阴阳形体而别有道也 亦阴阳 则便是全体大道义 然非善称理以其修者 不能既阴阳以利己 而己彼成为于中者 全是本性功能 乃是之重力行者 往往昧其本性 是人者见之味之人也 是之重慧解者 往往不上修持 是之者见之味之之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自知 故君子全性起修全修显性之道先已 然人者虽但见人 而人何尝不从之以显 知者虽但见之 而用何尝不随人以藏 人体制为而恒显 知用制漏而恒藏 此即亦因亦扬之道 法尔古武万物而不与圣人同优者也 不与圣人同优 且指意之理体而言 其实圣人之优异不在理体外也 且圣人全体异理 则优异非优异 包含天地万物势力 故为富有 变化不可穷尽 故为日新 夜夜之中据圣德 得得之中据大业 故为生生 凡得夜之成乎法相者皆明为前 不止六阳一挂位前 凡效法而成其得夜者皆明为坤 不止六阳一挂位坤 即阴阳之术 而之术本无术 从无术中建立诸术 便能之来 即位之战 非似叠师而后位战 即之来者 术必有穷 穷则必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即是学艺之事 非似已乱而后制 以为而求安之位是 终日在阴阳术中 而能制造阴阳 不被阴阳所策 故为之神 自富有智位神五具 赞义礼之五体 集数三具 赞圣神之无方也 夫意 广义大义 以言乎远则不欲 以言乎耳则静而震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被以 夫前 其境也专 其动也直 是以大深焉 夫坤 其境也息 其动也辟 是以广深焉 广大配天地 辩通配四十 阴阳之义配日月 义简之善配至德 上云深深之谓义 指本性义礼言也 依义礼作义书 故义书则同理性之广大义 言远不欲 虽六合之外 可以义礼而通之也 耳静而震 曾不离我现前依念心性也 天地之间责备 所谓撤乎远而 该乎势力 统乎凡胜者也 亦输不出乾坤 乾坤各有动静 动静无非法界 故得大声广深而配于天地 既有动静 便有便通以配四十 随其动静 便为阴阳以配日月 甘亦坤俭以配至德 是知天人性修静 观因果无不具在一书中以 子曰 亦其智以乎 夫亦 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碑 崇孝天 碑法地 天地设位 而义行乎其中以 成性存存 道义之门 圣人有义见天下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疑 是故畏之相 圣人有义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义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吉凶 是故畏之谣 言天下之质责而不可悟也 言天下之质动而不可乱也 拟之而厚言 亦之而厚动 你亦已成其变化 夫圣人依亦礼而作义书 义书之配天道人士也如此 故孔子作传至此 不绝身为之探赏约 亦其致以乎 夫义 乃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之则高高山鼎立 故崇 礼则深深海底行 故悲 崇及孝天 悲及法地 盖自天地设位已来 而义礼以行于其中矣 但随顺其本臣之性 而不使一面之祸亡 则道义皆从此出 更非信外有少法可得也 是故意向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则 而拟其形容 向其物以者而 亦遥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吉凶者而 夫天下之物虽至则 总不过阴阳所成 则今虽言天下之智则 而安可恶 若恶其则 则是恶阴阳 恶阴阳 则是恶太极 恶太极 则是恶无自心本具之义礼 义礼不可恶 太极不可恶 阴阳不可恶 则天下之智则亦安可恶乎 夫天下之事虽制动 总不出阴阳之动尽所为 则今虽言天下之智动 而何常乱 若为其乱 则是阴阳有乱 太极有乱 无心之义礼有乱矣 义礼不乱 太极不乱 阴阳不乱 则天下之智动 亦赫可乱乎 是以君子当智则智动中 能善用其拟意 拟意已成变化 遂能操智则智动之权 盖必先有忠福之德存于义 而后可以同仁 福德寄生 虽先或好跳 后必欢笑 旷本无魁阁者乎 然欲臣福德 贵在错的之一者 譬如即用白毛 则始无不善 又贵在就近之不便 譬如劳迁君子 则终无不及 躺劳而不迁 为免为抗龙之会 躺即非白毛 为免有不密之师 而所谓不出互停者 乃真实胜独功夫 非扬为君子 因为小人者所能窃取也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我又好觉 无语而迷之 子曰 君子居其事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 旷其耳折忽 言出忽深 家忽明 行发忽耳 见忽远 言行 君子之书姬 书姬之发 荣辱之主也 言行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可不胜乎 同人先豪跳而后笑 子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秀如蓝 今虽至间 同心者上能断之 此所谓金刚心也 出六 即用白毛 无久 子曰 苟错诛的而可已 即之用毛 何就之有 甚之之也 夫毛之为物薄 而用可崇也 圣丝树也 以往 其魔所施以 苟 尘也 尘能从地稳放 及禅门所谓脚跟稳荡者也 白毛洁净而柔软 正是第一寂灭之人 劳千君子有终极 子曰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后知智也 欲以其功下人者也 得严慎 礼言功 千业者 智功以存其位者也 圣丝树也 以往 即使而见忠也 亦应该果海亦 智功以存其位 令忠以全时也 亦果彻因缘亦 抗龙有灰 子曰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动而有慧也 不出户亭无救 子曰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己事不密则害臣 是以君子圣密而不出也 子曰 作义者 其知道乎 一曰 父切臣 致寇致 父也者 小人之士也 臣也者 君子之气也 君子之气也 小人儿臣君子之气 道思夺之以 上曼下报 道思法之以 曼藏会道 也荣会赢 一曰父且臣致寇致 道之招也 是者心事 弃者相貌 佛法所谓怀抱于结识 不应这夹杀者也招自妙圣 可见至魔之游皆有主人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得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得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明何图之术 及天地之术 及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太及无及 只因无始不绝望动强明为一 一及属天 对动明镜 镜及视尔 二及属地 二与一为三 三人属天 二与二为四 四人属地 四与一为五 五人属天 四与二为六 六人属地 六与一为七 七人属天 六与二为八 八人属地 八与一为九 九人属天 八与二为十 十人属地 十则数中 而不可附加 故何图止有十数 然此十数总不出于天地 除天地外别无有数 除数之外亦别无天地可见以 总而记之 天数凡五 所谓一三五七九也 得数一五 所谓二四六八十也 一得五而乘六 六岁与一和而居下 二得五而乘七 七岁与二和而居上 三得五而乘八 八岁与三和而居左 四得五而乘九 九岁与四和而居右 既言六七八九 必各得五而乘 则五便在其中 既言一二三四 则便积而乘十 十岁与五和而居中 积而数之 天数一三五七九 共乘二十有五 得数二四六八十 共乘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而变化皆以此乘 鬼神皆以此行义 有阴阳乃有变化 有变化乃有鬼神 变化者 水或木金土 生成万物也 鬼神者 能生所生 能成所成 各有精灵以为之主宰也 变化及一正幻象 鬼神 及气是间主 及众生是间主而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向两 挂一以向三 叠之以四以向四十 归其余力以向润 五岁再润 故再利而后挂 眼 臣也 大眼 未臣此天五 第五之数 而眼至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何图中天地之数 共计五十有五 今以天五第五 原非良五 是其定数 以对于十 以是中数 一得之以为六 二得之以为七 三得之以为八 四得之为九 复合一二三四以乘于十 故出中公五数 以表数及非数 而为取于五十以为大眼之数 以表从体其用 即叠失十 又于五十数中 存其一而不用 以表用中之体 以表无用之用 与本体太及时非有二 夫从体其用 即不变随缘一也 用中之体 即随缘不变一也 将此四十九策 随受分而为二 安于左右 相无心之动静 即成天地两仪 四以左手取左侧之之 而以右手取右侧之一 挂于左手之大指尖 向人的天地合一之道 而为三才 四四以蝶之 向天地见四十星星不息 四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无名之间 以向每年必有润日 又以右手取右侧之之 而以左手四四叠之 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中指之间 是名在立 以向五岁必有两个润月 是位在润 以上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共四迎而为一变 取其所挂所立之策之之 然后再取左右叠过之策 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顾云在立而后挂也 是位二变 又取所挂所立之策之之 然后更取左右叠过之策 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是位三变 至彼三变所挂所立之策 但取所叠之策 数之 四九三十六则为零 四八三十二则为 四七二十八则为一 四六二十四则为X 于是尘瑶 零为阳动 动则变阴 为阴静 亦为阳静 静皆不变 X为阴动 动则变阳 顾下文云 四迎成义 三变成瑶 十八变成六瑶 则为挂也 此诗草之术 即叠诗之法 乃全是表里 全数表法 是百姓以语之语能之事 正所谓神道社教 化度无将者以 为之大臣 不亦一乎 若不以为新时观荣之 屈我西文周孔四大圣人多以 甘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 荡期之日 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当万物之术也 九七皆前 而谣言其变 故战时用九不用七 一谣三十六策 则甘挂六谣 共计二百一十六策也 八六皆坤 而战时用六不用八 一谣二十四策 则坤挂六谣 共计一百四十四策也 合成三百六十策 可当其岁之日 然一岁约立春 至第二年春 则三百六十五日有期 约十二月 则三百五十四日 而金云三百六十 是取其中 亦取大概言之 不必居居也 又和上下二篇六十四卦之策 而总计之 阳搖百九十二 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 阴搖百九十二 共四千六百八策 故可当万物之术 夫其岁之日 万物之术 总为大眼之术所表 大眼不离何图 何图不离无人一念妄动 则时劫万物 又岂离无人一念妄动所患现哉 事故四银而成义 时有八辫而成卦 一辫必从四银而成 以表一念一法之中 必有身住一灭四项 三辫成谣 以表谣谣各具三才之道 六谣以表三才各有阴阳 十八辫以表三才各各互具而无差别 八卦而小成 三辫以可表三才 九辫以可表互具 顾名小成 隐而生之 畜类而长之 天下之能是必已 八可为六十四 不过隐而生之也 三百八十四辫以定天下之吉凶 是在畜类而长之也 至于畜类而长 则依依卦 依依谣 皆可断天下事 而才成辅相之能是无不敬意 显道神德行 事故可与仇作 可与又神矣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乎 有一必有二 有二必有四 有四必有八 有八必有六十四 有六十四必有三百八十四 然三百八十四摇 知识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知识八卦 八卦知识四项 四项知识两仪 两仪知识太极 太极本不可得 太极不可得 则三百八十四皆不可得 顾极数可以显道也 阴可变阳 阳可变阴 亦可变阴 亦可未多 多可唯一 顾提此极数之道者 可以神其得行也 既极数而悟道 悟道而神明其得 则世间智则智动 皆可愁作 而鬼神所不能畏之事 圣人亦能幼之以 先天而天福为 此之畏也 人但知蝶失未变化之数而 若知变化之道 则无方之神 无体之义 皆现于灵之记 照中以 顾述传至此 特字加子曰二字 以显资皆永叹之思 而史记自称太史公曰 乃本于此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则上其词 以动则上其辩 以志气则上其相 以补士则上其斩 前文云 君子观相顽词 观便完战 经言此四即 亦所有圣人之道也 夫顽词则能言 观便则能动 观相则可以致气 完战则可以补士绝疑 言也 动也 致气也 补士也 圣人修身致人之事 其有外于此四者哉 是以君子将有谓也 将有行也 问焉而以言 其寿命也如相 无有远近忧生 遂之来悟 非天下之至今 其疏能语于此 君子 学圣人者也 学圣人者必学义 善学义者 举凡有谓有行 必顽词而完战 果能顽词完战 则亦之至今 遂为我之至今已 参无以辩 错综其数 通其辩 遂成天地之文 及其数 遂定天下之相 非天下之至辩 其数能语于此 参者 彼此参合之位 武者 行武定列之位也 虽彼此参合 而不坏行武之定列 虽行武定列 而不坏彼此之参合 顾名参无以辩 顾名参无以辩 由彼此参合 则其数相措 由行武定列 则其数可踪 顾云错踪其数 举几书之之辩 彼此求求华之法事 无不皆然 非净偏指一种也 阴阳各有动静 故臣天地之文 六十四卦各具六十四卦 固定天下之相 臣能观相以通辩 观辩以极数 则亦之之辩 遂为我之之辩以 亦 无私也 无畏也 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 其属能予于此 夫亦虽至今至辩 其有思虑作为于其兼哉 为其既然不动 所以感而遂通 臣能于观相完此观辩完战之中 而弃何其无私无畏之妙 则亦之至神 遂为我之至神 以 夫亦 圣人之所以及身而言基也 为身也 故能通天下之至 为基也 故能成天下之物 为神也 故不及而素 不行而至 子曰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 此之谓也 由此观之 则亦之为书 乃圣人所以及身而言己者也 苟及其身 则至今者在我 而能通天下之至 苟言其己 则至便者在我 达至枇 而能成天下之物 苟从即身言己处物 其无私无畏 既然不二之体 则至神者在我 故能不及而素 不行而至矣 为圣人之道 不全祭全于一书中可乎 今有独一 而不知圣人之道者 何亦舍纯浓 而未遭破也 子曰 夫意 何谓者也 夫意 开悟成悟 冒天下之道 如私而以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业 以断天下之仪 是故失之得缘而神 挂之得方以之 六谣之意义一共 圣人以此喜心 退藏于密 及凶与名痛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其书能予于此哉 古之聪明睿之 神武而不杀者夫 此欲名义书之妙 而先是义礼之大也 夫所谓义 果何亦哉 盖世开一切物 成一切物 包尽天下之道者也 是故圣人依亦礼而成一书 以通天下之志 使人及物而物理 以定天下之业 使人素位而物本 以断天下之仪 使人不弃其而较 行处加信 是故失之德 及其变化而不可测也 卦之德 有其定理而不可媚也 遥之意 尽其变通而未尝隐也 夫师缘而神 卦方以之 遥义以共皆所谓 既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 圣人及以此喜心退藏于密 所谓自明成位之教 能尽其信 则能尽人之信 故及凶与民同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不似问于师归而后知及凶也 此为谷之聪明锐之 断或而无或可断者 刀能语于此而 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查于明之故 是新神物 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得夫 夫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则又赫似师归之神物 而后断明之及凶哉 但圣人能知 众人不能 不及施归以示 则明不信也 是以明于戒物显理 乃天之道 应战决疑 乃明之席 故戒此施归以开明用之前 而圣人亦是现斋戒 然后补试者 正欲以此被神明其得也 是故何护卫之坤 辟护卫之前 亦和一辟卫之便 往来不穷卫之通 见乃卫之相 行乃卫之气 至而用之卫之法 利用出入 明贤用之卫之神 是故意有太极 是身两仪 两仪身四相 四相身八卦 八卦定即凶 及凶身大也 是故法向莫大呼天地 便通莫大呼四十 现象者明 莫大呼日月 崇高莫大呼富贵 备物致用 利臣器已为天下利 莫大呼圣人 探则所影 勾身致远 已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莫大呼师归 是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孝之 天垂相 见吉凶 圣人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亦有四相 所以是也 细词焉 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 所以断也 亦曰 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 子曰 佑者 助也 天之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性也 屡性似乎顺 又以上贤也 是以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也 是故得济神明 方之一里魔所不在 且如何护吉位之坤 辟护吉位之前 亦和一辟吉事便 往来不穷吉事通 见吉事相 行吉事器 随所致用吉事法 随其名用出入吉事神 则乾坤乃至神明 何尝不及在日用动静兼灾 凡此皆亦理之固然 而一书所应作也 是故意者 无助之理也 从无助本 立一切法 所以亦吉为一切事理本源 有太极之一焉 既云太极 则绝非凝然 依法 必有动静相对之机 而两仪伸焉 既曰两仪 则动非偏动 得间动静 静非偏静 亦间动静 而四相伸焉 既曰四相 则相相各有两仪之全体全用 而八卦伸焉 既曰八卦 则备有动静阴阳刚柔善恶之志 而吉凶定焉 既有吉凶 则财成辅相之道方位有用 而大业伸焉 毅礼本自如此 一书所以亦然也 事故事间事事物物 皆法相也 皆变通也 乃至皆深皆远 皆则皆隐也 而法相之大者莫若天地 变通之大者莫若四十 现象者明之大者莫若日月 崇高之大者莫若天位之富贵 被物质用力天下者莫若天德之圣人 叹则所影 勾身致远 定吉凶 令人之屈臂 成为为 使人尽得业者 莫若失归之神物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 圣人吉从而择之 天地变化 圣人吉从而笑之 天垂相 献吉凶 圣人吉从而拟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吉法而为八卦九愁 然则亦知有四相 所以是人动静进退之道也 亦有细词 所以昭告以人和天之学也 亦有吉凶定判 所以名断合理之当位 而被理之不可谓也 故大有上九之词曰 自天又知 吉无不利 无身知其故也 夫天无私情 所住者不过顺理而已 人亦无私好 所住者不过性自心本具之义里而已 成能真操实履 性自心本具之义里 思顺乎上天所住 则便真能崇尚圣贤之书以 安德不为天所有 而吉无不利栽 子曰 书不敬言 言不敬义 然则圣人之义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相以敬义 社挂以敬情为 细辞焉以敬其言 辩而通之以敬力 古之武之以敬神 乾坤其义之运焉 乾坤成烈 而义立乎其中以 乾坤辉 则无以见义 义不可见 则乾坤或几乎习以 事故行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气 化而才之为之辩 推而行之为之通 举而错知天下之名为之事也 事故夫相 圣人有以见天的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移 事故为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吉凶 事故为之谣 及天下之责者存乎卦 古天下之动者存乎词 化而才之存乎辩 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墨而成之 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上文发明一礼一书 及圣人作义无人学义之指 义记相义 然苟非其人 苟无其德 则随与生解 亦何以生之义 礼义书之妙智乎 故更舍未问答 而解归其人 其德行也 夫书何能敬言 言亦何能敬意 然则圣人之义 其中不可见乎 聚之圣亦不敬于言 而义未常不遇于言 圣言不敬于书 而义未常不悖于书 且如义书之中 义记立相以敬意 圣意虽多 而动静二基足以该之 故乾坤二相即可以敬圣人之义也 幼父设卦以敬情为 动静虽只有而 而其中变态 或情或为 不依而足 故六十四卦 乃能敬万物之情为也 幼父系辞焉以敬其言 盖举天下事物依一言之 则劳而难辩 经戒六十四卦 而系以辞 则简而可周也 虽六十四卦以足收天下事物之大权 而不知是事物物中又各互聚一切事物也 故辩而通之 每卦皆可为六十四 而天下之力思尽以 虽有三百八十四摇动静尘设 若不于终善用鼓舞 使无人随处的见义礼 则亦不足以尽神 而圣人又处处指点以尽神义 虽复处处指点 然收笔三百八十四摇大纲 总不出乾坤二法 故乾坤即义之蕴藏也 夫本因义礼而有乾坤 既有乾坤 亦即利乎其中 社会此乾坤二法 则亦礼亦不可见 社不见亦礼本体 则乾坤依何而有 不己至于习灭灾 此神言亦外无乾坤 乾坤之外亦无亦也 盖亦即无人不思义之心体 干及照 坤及记 干及慧 坤及定 干及观 坤及止 若非止观定慧 不见心体 若不见心体 安有止观定慧 是故及行而非行者 向上依着即位之道 无行而成行者 向下施射即位之气 道可成气 气可表道 即位之变 从道垂气 从气入道 即位之通 自济悟道与气之以如 以此化天下之名 即位之事业以 是故夫相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责 而你诸其形容 向其物以者也 夫遥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击凶者也 是以卦可及天下之责 此可古天下之动 便可净化财之功 通可及推行之妙 此中非疏之所能尽言 亦非言之所能尽一也 神而明之 必存乎其人 而莫而成之 不言而信 又必存乎德行而 德行者 体乾坤之道而修定会 由定会而撤见 自心之意里者也 周一禅解卷第八 周一禅解卷第九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细词下传 八卦陈列 像在其中矣 因而重之 摇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 便在其中矣 细词焉而命之 动在其中矣 及凶悔令者 身忽动者也 刚柔者 立本者也 便通者 驱使者也 及凶者 真圣者也 天地之道 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 真明者也 天下之动 真夫意者也 夫前 确然是人意义 夫坤 颠然是人简义 摇曳者 孝此者也 相也者 相此者也 摇向动乎内 及凶见乎外 宫业见乎便 圣人知情见乎词 天地之大德约身 圣人之大宝约位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巨人约财 理财证词尽名为非约义 此之名圣人作义 包天地万物之礼 而为内圣外王之学也 盖自八卦陈列 而天地万物之相 已皆在其中以 因而众之 而天地万物之交 亦皆在其中以 刚柔必互聚刚柔 而天地事物之便 又皆在其中以 细词焉而命之 而无人会敌 从逆之动 又皆在其中以 夫及凶悔令 皆由一念之动 而生者也 一念之动 必有刚柔以利其本 亦刚亦柔 必有辩通以趋于实 得其辩通之证者则胜 不得辩通之证者则负 顾及之与凶 唯以真胜者也 此意中世人以圣贤学问 全体皆法天地事理 非有一毫勉强 是故天地之道 一见一顺 各有淫须消长之不同 皆以辩通之证 世人者也 日月之道 一昼一夜 亦有中则淫缺之不定 皆以辩通之证 未明者也 天下之动 万别千差 尤未至责 实不可乱 乃归及于辩通之一阵者也 夫干之辩现于六十四卦 虽有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确然是人以异议 夫坤之辩现于六十四卦 虽意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颓然是人以简意 此意简之理 正所谓千变万化而征服一者也 遥及效此意简 相及相此意简 苟无心之遥相移动乎内 则是物之极凶极限乎外 即可辩凶 凶可辩及 得此善辩之方 乃见财成辅相公业 而圣人所以教人之真情 则全见乎挂摇之辞 所应生完戏观者也 是故生生之畏义 而天地之大德 不过此无尽之身理而 圣人体天立即 其所以既名无强者则在位而 何以守卫 则必全体天地之德 纯一不以之人而 人则悟我一体已 树必加之以赴 故曰财 父必加之以教 故曰义 此内圣外王之学 义取法于天地事物者也 古者包西事之王天下也 养则观相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得之仪 竟取诸生 愿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本法天地生物以作八卦 既作八卦 遂能通神明之德于一念 类万物之情于一身 作结神而未往 安人邪献骨 以殿以鱼 盖取诸离 驱鸟兽于蛇于山泽 使命的驾色者 乃生明物各一粒其所者也 故取诸离 包西事眉 神农事作 着目为四 揉目为雷 雷诺之力 以教天下 盖取诸义 与鸟之害祭除 田仇之力方起 日中卫士 智天下之名 拒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是科 农是祭备 商骨随心 神农是梅 皇帝遥顺是作 通其辩 使命不倦 神而化之 使命夷之 义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皇帝遥顺垂 依上而天下之 盖取诸乾坤 通便神化 全体乾坤之德 所谓自强不习后得 宰悟者也 枯目为周 善目为疾 周疾之力 以迹不通 致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还 伏牛成马 引众致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随 众门及妥 以呆报克 盖取诸随 坤如众门 正如己妥 报克 温灵郭氏以为出智之客 盛通 盖使动者得随地而安也 断目为储 绝目为救 救处之力 万名以计 盖取诸小过 贤目为狐 善目为使 忽使之力 以为天下 盖取诸魁 由上名固下月 所谓若大汉之望语者是也 上古血居而也处 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 上洞下雨 以呆风雨 盖取诸大壮 正目之下 别有天烟 公事之相也 古之藏者 后依之以心 藏之中也 不封不数 丧其无数 后世圣人亦之以观果 盖取诸大过 以逊目入于择血之中 上古结神而至 后世圣人亦之以书气 百官已至 万民以查 盖取诸觉 以书气带语言 遂令之与天同酒 是故意者 相也 相也者 相也 团者 财也 遥也者 孝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及凶身而悔令者也 由此观之 所谓 益者 不过是人已相而 而相也者 则是事物之刻销者也 所谓团者 则是事物之才之也 所谓咬者 则是孝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的有及凶悔令之身者也 夫动则必有及凶悔令之身者 君子可不思索已胜其动乎 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其故何也 阳挂其 阴挂欧 其得行何也 阳一君而二名 君子之道也 阴二君而一名 小人之道也 欲胜其动 当便君名之分于身心 孟子所谓从其大体位大人从其小体位小人也 关于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可以误以 其者 天君独饼干刚之位 偶者 意念家带情欲之位 阳一为君 而两阳之二为民已从之 所谓至一则动气 故是君子之道 阴二为君 而两阳之一反为民已从之 所谓弃一则动之 故是小人之道 一曰 冲冲往来 彭从而思 子曰 天下和思和律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智而百律 天下和思和律 日往则月来 月往则日来 日月向推而鸣身烟 寒往则蜀来 蜀往则寒来 寒蜀推而碎沉烟 往则驱也 来则信也 驱信香感而立身烟 此祸之驱 以求信也 龙蛇之辙 以存身也 今易入神 以智用也 利用安身 以从得也 过此以往 为之祸之也 穷神之化 得之甚也 夫心之观则思 而不知思本无可思也 能思无思之妙 则无思无律而殊途同归 能达无思之思 则虽一智而具足百律 思而无思 所谓退藏于密 屈之至也 无思而思 所谓感而遂通 信之至也 屈乃所以为信 信乃所以为屈 官师所谓 往复无忌动静一缘 照公所谓其入离其出为 皆此离而 法界离为之道 其思易之可及 故故 故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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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思及无思无思而思之妙 则可以穷神之化矣 殊途同归 一智百律 皆所谓一君二明之道也 一曰 困于时 聚于吉利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 明必辱 非所聚而聚焉 身必为 既辱且为 死其将至 其其可得见焉 妄记心外有法 而欲求其故 所谓困于时也 不知万法为心 而只有差别 所谓聚于吉利也 无惠故名辱 无定故身为 丧法身惠命 故死其将至 永无法喜 故不见其妻 此二君一明之道也 一曰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子曰 损者 情也 公使者 弃也 涉之者 人也 君子藏弃于身 呆时而动 何不利之有 动而不阔 是以出而有或 与尘气而动者也 情欲或 气欲界定 人欲智慧 解之上流 独得其震 而居震体 如人有慧 故能以界定断或也 宗门云 一兔横身当古道 苍蝇才见便深情 亦是此意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 不见利不劝 不威不成 小臣而大戒 此小人之福也 一曰聚孝灭止无久 此之未也 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异而服畏也 以小恶为无伤而服去也 故恶姬而不可言 罪大而不可解 一曰何笑灭而凶 夫界定之气必欲其成 障界障定之恶必移及去 悟清小罪以为无央 臣之于小则无久 酿之于中则必凶 修心者所依时时自省自改也 子曰 为者 安其位者也 王者 保其存者也 乱者 有其智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妄为 存而不妄亡 智而不妄乱 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 一曰 其王其王 细于包丧 自有因过而谨悟已尽得者 自有无过而脱代已退道者 故君子虽未必有过 由宜甘甘替力 如否之久无可也 安其位是德 保其存是之 有其智是力 子曰 得宝而未尊 知小而谋大 立小而认重 先不及已 一曰 定哲族 赴公诉 其行卧 凶 言不胜其任也 欲居尊位 莫若陪德 欲做大谋 莫若拓之 欲认重事 莫若充立 得事法身 知事般若 立世解脱 三者缺一 绝不可以自立立他 子曰 知记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产 下交不独 其知几乎 己者动之为 己知先见者也 君子 君子见己而坐不似终日 一曰 戒于时 不终日 珍疾 戒如时焉 您用终日 断可时已 君子之为之章 之柔之刚 万夫之妄 此所谓得后 而为自尊者也 使法界不出一心 明知为己 知此妙己 则上和时方 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 此力 故上交不产 下和时方六道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故下交不独 称性所其始觉 必能合乎本觉 故未及之先见 子曰 言是之子 其代数几乎 有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也 一曰 不远复 无止会 缘疾 此所谓之大而谋自远者也 欲证之机之神 须修不远之父 天地应运 万物化纯 男女够精 万物化身 一曰 三人行 则损一人 一人行 则得其有 言至亦也 此所谓利大而认可崇者也 既有不远之父 须有至亦之功 难会女定 不使偏枯 乃可以成万得已 此曰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义其心而后语 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辞三者故全也 唯一动 则明不语也 俱一语 则明不应也 无交而求 则明不语也 莫之语 则伤之者致已 一曰 莫意之 或疾之 立心勿痕 凶 为人可以安身 为之可以易语 为力可以定交 人是断德 知是智德 立是立他恩德 有此三者 不求义而自义 今为以动则得薄 巨义语则知晓 无交而求则利小 不易商乎 此曰 乾坤其义之门也 乾 阳物也 坤 阴物也 阴阳何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转 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明也 杂而不悦 于积其类 其衰事之意耶 夫意 张网而查来 而未显禅忧 开而当明辩悟 正言断词 则被以 其称明也小 其取类也大 其指缘 其词文 其言屈而终 其誓四而隐 因而以记明行 以明施德之报 有义礼即有乾坤 有乾坤即通义礼 如臣必有门 门必通臣 盖干是阳物 在天曰阳 在地曰刚 在人曰之 坤是阴物 在天曰阴 在地曰柔 在人曰人 而阴不屠阴 阴必俱阳 阳不屠阳 阳必俱阴 故阴阳何德 而刚柔有体 即天道而为地道 即地道而为人道 即人道而体天地之传 通神明之德 一礼即然 一书一耳 所以六十四卦之名 杂而不悦 杂 为大小善恶邪阵 及凶之不同 不悦 为总不外于阴阳二物之德 然史上古之事 有善无恶 有正无邪 则此书亦可无作 今为以衰世 既有善恶邪阵之书 欲及此善恶邪阵 人归于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所以方作义耳 是以义之为书 能张网音 能查来果 能以显示会归为理 能使幽姬产成名相 故以此开示天下万事 名无不当 物无不便 言无不正 此无不断也 一挂志有一名故小 一名巨韩众亦故大 包境内圣外王之学故止远 此不凡而亦以达故闻 言偏而亦无不缘 故屈而终 是定而凡情难测 故似而隐 应觉已以明师德之报 遂令明知痴痴 亦可避失而屈的也 亦之心也 其余中骨呼 作义者 其佑幽幻呼 言其佑余余明痛患之身心也 是故履 得之姬也 千 得之锐也 复 得之本也 恒 得之故也 瞬 得之修也 亦 得之欲也 困 得之遍也 静 得之地也 遜 得之智也 心辞而立见 故未得基 内志而外顺 故未得丙 天君为主 故事得本 动而深入 故得可顾 譬如未山 故未得修 古武正座 故未得欲 积而能流 故未得便 入而能出 故未得地 便入一切 故未得志 零速未而行之未屡 运高于悲之未迁 未人有乙之未腹 动而有偿之未痕 去恶静静之未损 积善缘满之未益 历静恋心之未困 有缘不穷之未谨 无辱不得之未训 其十六十四卦 无非与明同患 内圣外王之学 且就九卦指点者 以其由未明显故也 屡合而至 千尊而光 复小而便于物 横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厚意 异常欲而不赦 困穷而通 井居其所而迁 迅称而隐 何及对此 至及前见 尊及山高 光及昆顺 小及一阳而为众阴之主 入于群洞 固杂而不厌 譬如未山 方复一窥 固先难而厚意 古武振作 则自然常欲 穷吉士之直水 通吉坎之流水 游吉固流 有所谓隐居求智而行义达到也 井不动而则急于物 迅能辨入一切事里深奥之欲 故称而隐 律以何行 千以智力 父以自知 恒以义德 顺以缘害 义以心力 困以寡愿 井以便义 迅以行权 此证明九卦之用如此 以此而为内圣外王之学 所以能归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而圣人与明痛患之线所亦静漏于此以 灵案此九卦 义吉士已于九法著成不思义官之指 盖义吉不思义静之于官也 作义者有于明痛患之心 更涉九法以皆三根 屡是真正发菩提心 上求下话 千世善巧安心之官 地中有山 指中有官也 腹是破法辩 一阳洞于五阴之下也 横是石通塞 能洞能入也 损是道品调是 能除祸也 义是对质助开 成是理二善也 困是知刺猬 如水有流止 不可执性费修也 谨是能安忍 为不动而润悟也 遜是理法爱 为深入于正性也 一知为疏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谦 便动不拘 周流六虚 上下无常 刚柔相亦 不可谓点药 唯便所逝 其出入已度 外内史之巨 又名于忧患于故 无又失保 如灵父母 出律其词 而魁其方 既有典长 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 一书虽具成天地事物之理 而其时切尽于日用之间 故不未远 虽竟在日用之间 而初无死法 故未道屡谦 随无人一味一世中 具有时法界之变化 故变动不拘 周流六虚 界界互拒 法法互容 故上下无常 刚柔相亦 所以法法不容执着而为变所逝 为其一界出生十界 十界去入一界 虽至变而各有其度 故身民外内之机 使之敬业于一念之为 又明是幽幻之道 即所以当幽当幻之故 能令独世书者 虽无师宝 而如灵父母 可谓爱之身教之至矣 是以善独义者 初但寻其挂窑之词 而深度其所逝之法 虽云不可谓点药 时有一定不亦之点长也 然狗非其人 安能独亦及物亦理 全以亦理而为公行实践自立 立他之妙行哉 亦之为书也 原始药中 亦为之也 六摇香杂 为其食物也 其出难之 其上亦之 本末也 出此拟之 促成之中 若复杂物赚得 便是与非 则非其中遥不备 一 亦要存亡及凶 则居可知矣 知者观其断词 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公而意味 其善不同 二多欲 四多聚 敬也 柔之为道 不利远者 其要无就 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公而意味 三多凶 五多公 贵贱之等也 其柔为 其刚甚邪 夫离却始终之之 则无实物 离却始物 亦无始终 故学义者 需得其大体 禁其曲折 乃可谓居观向洞观便也 然虽发心必尽二不别 而出则难之 上则亦之 以二心中先心难固 即发心已 终当刻果 亦本一味法如是故 是已出此拟之 促以此而成忠 故未学者又不可图是初心已也 若福便设于万事万物之杂图 而转成其德行 即身便修行之是非 则非其中之四遥不备 夫是物虽有万书 是非虽似分柔 其真难辨也灾 一 亦要归于操存舍王敌及密凶之理 则所以自居者断可知已 知这关于团 此 提纲切领已定大局 则虽实物相杂 而是非可辨 思过伴以 何谓是之与非 且如二与四同是应也 而欲聚不同 则远近之分也 三与五同是羊也 而胸功不同 则贵见之分也 柔宜近不宜远 四支未进君 故虽多聚 而其要无久 二支未远君 但用柔中 但用柔中 故多欲也 刚一贵不一贱 五支未贵 尚未必须刚得乃克圣也 此曰时未如此 若曰修正者 知会宜高远 行旅一切时稳当 故之内圣外王之学 皆于一挂六窑中备之 一支为书也 广大西备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支 故六 六这非他也 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故曰窑 窑有等故曰悟 物相杂固曰闻 闻不当故及凶身焉 尚明指与时悟 且曰人道言之 而十三才之道无不被焉 且如三化便是三才 而三才绝非偏枯单独之理 当之一一才中还具两才是理 故相之以六化 而六这非他 乃表一一化中又各还具三才之道 不但初二为帝 三四为人 五上为天而已 是故三才各有变动之道明之曰窑 窑有初中中间之等故明曰悟 悟又互相夹杂不依故明曰闻 闻有当与不当 故及凶从此而生 而所以屈及避凶才成辅相于天地者 则其全独归于学义之君子义 义之心也 其当因之末世 周知圣得邪 当闻亡宇周知是邪 是故其辞 是故其辞为 为者使平 义者使清 其道甚大 百物不费 聚义忠实 其要无久 此之谓义之道也 此证明学义之君子 于末世中而成圣得 自祭晚凶未及 又能忠心意道以昭示于天下万事也 夫前 天下之至见也 得行恒意以知显 夫坤 天下之至顺也 得行恒简以知足 能说诸心 能言诸侯之律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世故变化云味 吉世有详 相世之气 战世之来 天地设位 圣人成能 神谋鬼谋 百姓于能 八卦以相告 谣团以情言 刚柔杂居 而吉凶可见以 变动以利言 吉凶以情谦 世故爱物相公而吉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味相感而利害身 凡亦之情 敬而不相得 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 将判者其慈残 忠心仪者其慈之 吉人之慈寡 造人之慈多 乌善之人其慈由 施其守者其慈躯 夫意道虽甚大 而乾坤足以敬之 甘义而知显 坤俭而知足 为其知显 故显义成义 否则义便成显义 为其知足 故祖义成简 否则简义成足义 物此简义贤祖之礼于心 故悦 知此挽回贤祖义成简义之不可草率 故其律言 即悦其礼 又言其律 则之行合一 全体乾坤之德 遂可以定即凶臣伟伟也 是故世间之变化云味 举凡即是无不有详 圣人于此 即向事而可以知弃 即战事而可以知来矣 由此观之 天地一设其位 一礼即已昭著于中 圣人不过即此已成能耳 然其一礼甚深奥 亦甚平常 以言其深奥 则神谋鬼谋 中不能测 以言其平常 则百姓何尝不予能灾 夫百姓何以予能 即彼八卦未常不以相告 即彼窑窜未常不以情言 即彼刚柔杂居 而即凶未常不可见也 是故意卦之变动 不过以百姓之利言也 亦辞之吉凶 不过以百姓之情令其千善也 是故百姓之爱物相公而即凶生 远近相取而悔令生 情味相感而利害生 此百姓之情 即亦中挂窑之情也 凡亦之情 敬而相得则吉 不相得则凶 或害之 悔切另矣 而此相得不相得之情 能至吉凶悔令者 其他人强与之灾 事官将盼者其慈残 乃至施其守者其慈驱 可见一切吉凶或福无不出于自心 心外更无别法 此意理所以虽至忧生 时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间 故意可与能也 说挂船 习者圣人之作一也 忧赞于神明而生师 参天两地而以树 官便于阴阳而立挂 发挥于刚柔而生遥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夫因师有数 因树立挂 因挂有遥 此人所共之也 借此以和顺道德 穷理尽性 此人所未必之也 且施之身也 实由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之 实参两于天地 卦之立也 实观便于阴阳 遥之身也 实发挥于刚柔 此由人所不知也 为其师从圣人幽赞生 乃至瑶从发挥刚柔生 顾及此刻以和顺道德 使尽修之意条理有章 既得尽修之意 则理可穷 性可敬 而天命自我利以 作义之只顾不生于 习者圣人之作义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利天之道 曰阴与阳 利地之道 曰柔与刚 利人之道 曰人与义 兼三才而两枝 故意六话而成卦 分阴分阳 蝶用柔刚 故意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锋相薄 谁或不相舍 八卦相挫 树枉者顺 知来者逆 是故意 逆树也 无人自无始以来 迷性命而顺生死 所以从一生而 从二生死 乃至万有之不同 今圣人作义 将以逆生死流 而顺性命之理 是以己彼自心望献之天 立其道曰阴与阳 可见天不偏于阳 还具意之权力 所谓随缘不便也 即彼自心望献之地 立其道曰柔与刚 可见地不偏于柔 亦具意之权力 亦随缘不便也 即彼自心望迹之人 立其道曰人与义 人则痛地 亦则同天 可见人非天地所生 亦具意之权力 而随缘常不便也 天具得人之两 得具天人之两 人具天地之两 故意书中以六化成卦而表示之 于阴阳中又分阴阳 于柔刚中互用柔刚 故意书中以六卫成章而昭显之也 何卫六卫成章 卫天地以定其位 则凡阳皆属天 凡阴皆属地以 然山则为始不通气 雷锋为始不相薄 水火相反 而又为始相涉也 是以八卦相错 而世间文章成以 即此八卦相错之文章 若从其从一生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之往事者 则是顺生死流 若知其八只是四 四只是二 二只是一 一本无一之来世者 则是逆生死流 逆生死流 则是顺性命理 是故作一之本意 其妙在逆树也 为起正之前 甘为一阳 即表凡本还原之相耳 雷以动之 风以散之 雨以润之 日以宣之 更以止之 对以说之 前以君之 坤以藏之 先以定动犹如雷 后以会拔犹如风 法性之水如雨 智慧之兆如日 妙三昧为更止 妙总池为对月 裹上智得为前君 裹上断得为昆藏 帝出乎震 齐乎训 相见乎离 智义乎坤 说言乎对 占乎前 劳乎坎 成言乎梗 帝者 无人一念之天君也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故出乎震 即发出生死心 须入法门以齐齐三叶 三叶既齐 须以智慧之明见一切法 既有智慧 须加功行 智行两倍 则得法喜乐 又可说法度人 说法则将魔为战 战胜 则赏四田宅 乃至解济诸以劳之 既得受济 则成道而登涅槃山以 万物出乎震 震 东方也 齐呼迅 迅 东南也 齐也者 言万物之劫其也 离也者 明也 万物皆相见 南方之卦也 圣人难面而听天下 想明而至 盖去诸此也 昆也者 得也 万物皆至养焉 故曰至亦呼昆 对 震秋也 万物之所说也 顾约说 炎呼对 战呼前 前 西北之卦也 炎阴阳香宝也 砍着 水也 正北方之卦也 劳卦也 万物之所归也 顾约劳呼砍 含 葫 中北之卦也 东北之卦也 万物之所成中而所成事也 Carton me 万物皆出乎阵 旷位圣位贤 成佛作祖 独不出乎阵邪 万物皆其乎训 而三叶可服其邪 万物皆相见乎离 而智慧可服明邪 万物皆养于坤 而宫行可服屡见十地邪 万物皆说乎对 而可无法喜以自愈 可无法应以令他喜悦邪 阴阳相薄 即表摩佛幽分 万物所归 正是老赏有功之义 自祭成忠 则能成物之始 自觉觉他之谓也 约观心者 一面发心谓地 一切诸心心所随之 乃至三千性相 百戒千如 无不随现前一念之心而出入也 神也者 妙万物而未严者也 动万物者莫及呼雷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造万物者莫染呼火 说万物者莫说呼则 润万物者莫润呼水 中万物使万物者莫胜忽 顾水火相待 雷锋不相悲 山则通气 然后能变化 继承万物也 夫神不及万物 亦不离万物 顾约妙万物也 一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正知相也 三观破获无不变 训知相也 会或干枯或叶苦水 离知相也 法喜便才自利利他 对知相也 法性理水润则一切 砍知相也 守能言三昧究竟坚固 更知相也 凡此皆乾坤之妙用也 即八卦而非八卦 故曰神也 乾 见也 坤 顺也 正 动也 训 入也 砍 献也 离 立也 耿 止也 对 说也 见则可以提到 顺则可以治到 动则可以驱到 入则可以造到 献则可以养到 立则可以不为乎到 止则可以安到 说则可以行到 此八卦之得也 甘为马 坤为牛 正为龙 逊为鸡 坎为史 狸为智 更为狗 对为羊 独此方之蠢动 寒灵皆有佛性 虽一物各相一卦 而卦卦各有太极全得 则马牛等 亦各有太极全得 以 前卫手 坤为父 正卫足 迅卫骨 坎为尔 离卫目 更卫手 对卫口 若曰我一声言之 则八体各相一卦 然卦卦有太极全得 则体体亦各有太极全得 则亦各有八卦全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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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马牛等各有首富及语口等 则马牛等各具八卦全能有可知也 前 天也 故称呼父 坤 得也 故称呼母 正义所而得难 故为之长难 训义所而得女 故为之长女 坎在所而得难 故为之中难 离在所而得女 故为之中女 更三所而得难 故为之少难 对三所而得女 故为之少女 指此众物各体之八卦 即是天地男女之八卦 可见小中献大 大中献小 法法平等 法法护聚 真华言世世无碍法界也 佛法侍者 方便为父 制度为母 三官皆能破一切法 一切法为长男 三指皆能习一切法为长女 三官皆能统一切法为中男 三指皆能统一切法为中女 三官皆能达一切法为少男 三指皆能停一切法为少女 甘为天 为环 为君 为父 为玉 为金 为寒 为兵 为大赤 为两马 为老马 为吉马 为伯马 为穆果 坤为帝 为母 为父 为吝啬 为君 为子母牛 为大鱼 为文 为重 为饼 其余的也为黑 正为雷 为龙 为玄黄 为夫 文 为大徒 为长子 为绝造 为苍浪竹 为环卫 其余马也为善名 为铸足 为坐足 为的桑 其余架也为反身 其咎为剑 为帆仙 训为母 为风 为长女 为神职 为公 为白 为长 为高 为进退 为不过 为臭 其余人也为寡靶 为广丧 为多白眼 为尽力 是三倍 其咎为造卦 砍为睡 为勾毒 为饮符 为绞柔 为功伦 其余人也为佳忧 为心病 为耳痛 为血挂 为赤 其余马也为美极 为疾心 为下手 为薄蹄 为夜 其余余也为多神 为通 为月 为道 其余墓也为肩多心 离为火 为日 为殿 为中女 为甲卫 为歌兵 其余人也为大富 为牵挂 为憋 为血 为淫女家虫 为棒 为龟 其余墓也为磕上稿 更为山 为进路 为小时 为门阙 为果落 为婚寺 为纸 为纸 为狗 为书 为前惠之暑 其余墓也为肩多结 对卫泽 为少女 为乌 为口舌 为悔辙 为父爵 其余的也 为刚鲁 为妾 为阳 四广八卦一章 由剑一礼之铺天扎地 不剑精粗 不分贵剑 不论有情无情 禅门所谓清清脆竹 总是真如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又云墙壁瓦力皆是如来清净法身 又云 成佛作祖 由带污名 带脚披毛 推居上位 皆是此意 前云甘剑也 昆顺也 乃至对说也 而此剑等八德则能聚造实戒 且如剑之善者 则为天位君 其不善者 则为极为伯 顺之善者 则为地位母 其不善者 则为令位黑 下之六卦无不皆然 可见不变之礼长字随缘 习相远也 然及伯等人是见得 令黑等乃是顺得 可见随缘之习礼缘不变 性相敬也 若以不变之体 随随缘之用 则是间但有天还乃至木果等可指成耳 安得别有所谓前 故大佛顶金云魔是见者 若以随缘之用 归不变之体 则为是一干剑之得耳 其更有天还乃至木果之差别哉 故大佛顶金云无非见者 于此会得 方之孔子道脉 除言子一人之外 断断无有能会悟者 故在探约今也则亡 临此中具有依正因果善恶 无计烦恼业苦等一切诸法 而文章错综变化 史后事如者无处可讨线索 真大圣人手笔 非子下所能错一字也 欧阳府如乃一非圣人所作 漏亦漏亦 序挂船 有天地 然后万物伸焉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囤 囤者 迎也 囤者 物之始身也 物身必蒙 故受之以蒙 蒙者 蒙也 物之和心好悉也 物 和心好悉 不可不养也 故受之以虚 虚者 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颂 故受之以颂 颂必有重启 故受之以施 施者 重也 重必有所比 故受之以比 比者 比也 比必有所处 故受之以小处 物处 然后有礼 故受之以吕 吕而太 然后安 故受之以太 太者 通也 物不可以中通 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中否 故受之以同人 与人同者 物必归焉 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 有大者不可以赢 故受之以迁 有大而门迁 必愈 故受之以欲 欲必有随 故受之以随 以喜随人者 必有事 故受之以故 故者 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 故受之以灵 灵者 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 故受之以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 故受之以事科 科者 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故受之以奔 奔者 事也 至事然后哼 则静矣 故受之以包 包者 包也 物不可以忠敬 包穷上反下 故受之以父 父则不妄以 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后可处 故受之以大处 物处然后可养 故受之以疑 疑者 养也 不养则不可动 故受之以大过 物不可以忠过 物不可以忠过 故受之以砍 砍者 现也 现必有所立 故受之以离 离者 立也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 然后礼意 有所措 夫妇之道 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恒 恒者 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顿 顿者 退也 物不可以中顿 故受之以大壮 物不可以中壮 故受之以静 静者 静也 静必有所伤 故受之以 名仪 仪者 商业 商与外者 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穷 必乖 故受之以魁 魁者 乖也 乖必有难 故受之以简 简者 难也 物不可以中难 故受之以解 解者 幻也 幻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损 损而不以必义 故受之以义 义而不以必绝 故受之以绝 绝者 绝也 绝必有所欲 故受之以购 购者 欲也 物相欲而后聚 故受之以翠 翠者 翠者 聚也 聚而上者 未知身 故受之以身 身而不以必困 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 必反下 故受之以紧 紧到不可不格 故受之以格 格物者 莫若顶 顾受之以顶 顾受之以顶 主弃者 莫若长子 故受之以震 震者 动也 物不可以中动 指之 故受之以根 根者 指也 物不可以中指 故受之以剑 剑者 敬也 敬必有所归 故受之以归昧 得其所归者 必大 故受之以礼 礼者 大也 穷大者 必施其居 故受之以吕 吕而魔所容 故受之以训 训者 入也 入而后说之 故受之以对 对者 说也 说而后散之 故受之以患 患者 离也 物不可以中离 故受之以结 结而性之 故受之以中服 有其性者必行之 故受之以小过 有过物者必记 故受之以记记 物不可穷也 故受之以 故受之以 为记中焉 序卦一传 亦可作世间流转 门说 亦可作功夫 还灭门 亦可作法界缘起 门说 亦可作舍化 立身门说 再如则内 圣外 王之学 再世则自立 立他之绝也 杂卦传 刚柔和德 优乐相关 与求互换 见杂相寻 岂止胜衰之变态 乃至穷通消长之地臣 释法佛法无不皆然 自制至人其道贤而 而挫杂说之 以尽上文九亿中未尽之指 令人学此意者 磕着碰着 无不在意里中也 彼端真有化功之妙 非大圣不能有词 甘刚坤柔 彼越诗忧 灵官之意 或语或求 屯剑而不失其居 蒙杂而者 灵友能灵所灵 以挂言之 阳灵阴也 以谣言之 上灵下也 官有官是官瞻 二阳官是四阴 则阳未能是 阴未所是也 四阴官瞻二阳 则阴未能瞻 阳未所瞻也 剑侯而立居真 故剑而不失其居 包蒙儿子客家 故杂而者 正 其也 耿 智也 顺义 甚衰之时也 大处 实也 无妄 灾业 损下意上未衰之时 损上意下未胜之时 实无实法 而包容万事万物 故大处须约实言 所谓多时前言往行 以处其得 三大阿僧 三大阿僧只节修行者事也 自是无妄 则变成灾 所谓为圣网念作狂 幼父道各如如 早已变了 脆聚而生不来也 千轻而欲待也 劳千反得清安 欲越反尘懈怠 修得者所应之 世科 实也 奔无色也 有间隔而可识 无彩色为真奔 故为静不足聚 文采不足炫也 对剑而驯服也 欲说法者 还需入定 欲达到者 先需求智 随 无故也 骨 则斥也 随不宜无事生事 骨不防随坏随修 包 烂也 腹 反也 静 书邪限一 也 名仪 诸也 烂则必反 书邪限一 则必诛 或惜福所成 福西或所成 学义者所应官向完词官便完战者也 谨通而困相遇也 谨不动而常通 困虽穷而相遇 此事仍以自守之要道也 闲 素也 狠 酒也 素即赶而随通 酒即即然不动 思未定会之道 幻 离也 结 质也 解 幻也 减 难也 魁 外也 家人 内也 否态 反其类也 有离必有止 有缓必有难 有外必有内 有态必有否 有否必有态 内相反而必相成 学义者不可不知 大壮则止 顿则退也 壮即已止 顿即已退 皆思患预防之学 大有 众也 同仁 亲也 隔 去顾也 顶 去心也 众必相亲 相亲必隔壁而日心其得 小过 过也 中福 信也 有过不妨相归 相归乃可相信 风多顾也 清挂律也 风必多顾 屡必寡清 素未而行 存乎其人 离上而砍下也 至火高照万法 定水深沉信海 小处 寡也 屡 不处也 但亦闻得 则其道寡 则其道寡 虽便定分 与时便通 而无定局 虚 不敬也 怂 不清也 大过 颠也 狗 欲也 柔欲刚也 简 女归呆 男行也 女归呆男行也 宜 养正也 季季 定也 归妹 女之中也 未季 男之穷也 不敬乃可敬 不轻乃可轻 大不可过 所以借淫 柔能胜刚 所以成欲 定必须会 故女呆男 养正则疾 故须观仪 以定者不必言 但当谋其未定者而 忠则有始 穷则私通 凡此 皆言外之指向中之意也 绝 绝也 刚绝柔也 君子道长 小人道幽也 上云甘刚坤柔 则刚柔乃二卦之德 岂可以刚绝柔 使天下有甘无坤 岂可忽哉 且立天之道约阴与阳 则天意未尝无阴也 立地之道约柔与刚 则的意未尝无刚也 经所谓刚绝柔者 但另以君子之刚 而绝小人之柔 则小人可化为君子 而君子道长 设使以小人之刚 而绝君子之柔 则君子被害 而小人亦无以自立 必中置于优以 所以性善性恶惧不可断 而修善须满 修恶须尽也 问 何谓君子之刚 答 智慧是也 何谓君子之柔 答 慈悲是也 何谓小人之刚 答 填满邪剑是也 何谓小人之柔 答 贪欲吃一事也 一 读此一章 由之宣圣时成灵山秘主 先来此处度生者已 不然 何其为言傲置 申何于亦成若此也 思之配之 亦解拔 亦闹遂患游温灵 截冬月台 有郭世子来问异役 遂具笔述稿 仙臣戏词等五传 四臣上经 而下经解位即半 偶印紫云法华之请 炫至高阁 屈指护月三载半矣 今春应留都请 兵祖时辰 辽旧继生安度下 日常无事 为二三子商纠大臣指观法门 复义于历年事一学 使径前稿 节节 从闽至无 得不过三千余里 从新四冬至今下 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 乃是世幻梦 盖不斥万别千叉 交亦耶 便亦耶 至于历尽万别千叉世 时得巨义 而不义者依然如故 无事已知日月积天而不立 将何静注而不留 赵公非其我也 得其不义者 以应其致义 观其致义者 以艳其不义 常与无常 二鸟双游 无安之闻王之于有理 周公之辈流言 孔子之习基于周流 而为边三位之觉 不同感于私之耶 与愧无三圣之德之学 而窃类三圣与名同患之时 故格彼儿复位之拔 时已有润六月二十九日也 北天目道人古无偶异秩序书 周一禅解卷第九 周一禅解卷第十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和图说 细词传阅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德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德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何图之 数也 解献细词上传中 此先天之数 除中五天地身数已为太极本位 用于五十位叠尸之策也 五位相得者 一的五而为六 二得五而为七 三得五而为八 四得五而为九 中得一二三四而为十也 各有何者 一和六 二和七 三和八 四和九 五和十也 一与九为十 二与八为十 三与七为十 四与六为十 一二三四为十 共乘五十 而中之五点 每点函十 故以中五位本数也 然虽先天之数 一函后天八卦之用 且如一六深水 故坎居正北 二七深祸 故离居正南 三八深目 故正居正东 四九深经 故对居正西 五十深土 故土人居中 甘记位于西北者 阳位阳树之间也 昆记位于西南者 阴树阴位之境也 阴阳护节而位山 故更居东北 阴阳护骨而位丰 故逊居东南 灵约出世法者 一是地狱之恶 六是天道之善 为善恶一对 二是畜生之祸 七是生闻之解 为解祸一对 三是恶鬼之最苦 八是知佛之福田 为罪福一对 四是修罗之田慧 九是菩萨之慈悲 为填此一对 五是人道之杂 十是佛界之唇 为唇杂一对 又曰十度修得者 一是不失 六是般若 此二位福慧之主 如得生成万物 故居下 二是持解 七是方便 此二位教化之首 如天朴父万物 故居上 三是忍辱 八是大愿 此能出生一切善法 故居左 四是精进 九是实力 此能成就一切善法 故居右 五是禅定 十是种志 此能统御一切诸法 故居中 实则借借互聚 度度互舍 盖世间之术 以亦为始 以时未终 华言以时表无尽 当之始终不出一心 一成一杀那也 洛书说 大愿 大愿 应落书而做九筹 经以一三五七九居四方 及中央正位 以二四六八居四为偏位 又隐其时 正表扬得为正 而应得辅之 在人 则为之及人守之学 至巧胜利之相也 左右前后纵横斜直视之 皆的十五之数 以表位为法法之中 皆具天地之全体满数 非分天地以为诸数也 物物一太极于此可见 约出世法 则九界皆及佛界 故不别立佛界之时 又九波罗密皆及种智 故不别立种智之时 盖凡数法若至于时 便是大义数故 数于此中 及于此时故 福西八卦四序说 细词传约 亦有太极 世身两仪 两仪身四相 四相身八卦 太极非动非境 双照动静 故必具乎阴阳 阳亦太极 阴亦太极 故皆非动非境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四相 四相亦皆及世太极 所以皆亦非动非境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八卦 然则八卦只是四相 四相只是阴阳 阴阳只是太极 太极本无始法 故能立一切法而 若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 从八生六十四等 世卫顺数 若从六十四素至八 八素至四 四素至二 二素至一 一亦本无始法 世卫秘数 顺数则是流转门 秘数则是海灭门 流转从阴阳二化出 海灭从阴阳二化入 顾约乾坤起义之门 圣人作义 要人急流转而物还灭 超脱生死转回 顾约易秘数也 福西八卦方位说 先天八卦 约体言之 甘南表天 昆北表地 离东表日 坎西表月 镇居东北 洞之初夜 队居东南 海之象也 迅居西南 入之初夜 更居西北 山之象也 须迷在此方是之 则居西北 日月星辰至西北 皆为须迷夭所眼 顾旺季天缺西北也 福西六十四卦次序说 随念一阴一阳 碧海聚一阴一阳 顾六众之而成六十四卦 其实卦卦无非太极全体 顾得为四千九十六卦也 福西六十四卦方位说 约一天下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约一审一府一县 亦各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静约一宅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即单约一房一座聚地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大不爱小 小不爱大 大一指示六十四卦 小一全聚六十四卦 亦时亦刻亦有此六十四卦 亘古亘精亦指此六十四卦 若向此处误得 便入华言世世无爱法界 故里长者借此以名华藏世界 不然 其令福建在南 则又甘无坤 燕都在北 则又坤无钱 天竺在西 但未坎地 指纳在东 为是离方也耶 文王八卦四序说 男即父 女即母 幼父指示男 母指示女 昆体的甘为三男 有慧之定 即指而观也 正为观穿意 更为观达意 侃为不观观意 甘体的昆为三女 有定之慧 即观而止也 训为止息意 对位停止意 离位不止止意 震动更静 坎能动能静 甘非偏于动也 训动对静 离能动能静 昆非偏于静也 又震动而出 训动而入 更静而高 对静而深 坎间动静 而从上之下 上中不穷 离间动静 而从下之上 下中不静 信之依依皆法戒也 文王八卦方位说 说卦传曰 帝出乎震 齐乎训 相见乎离 至义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钱 劳乎砍 尘言乎梗 又曰 正 东方也 乃至更东北之卦也 此需约观星功夫解释 据在说卦传解中 后天八卦 约用尔眼里表火腾 故望于南 砍表水降 故望于北 交发力尖 施味巨海 施味巨海 甘味周滩 故坎虽居北 尔水沦寒十方解 坤耿之土亦便四围 火势裂水 抽味草木 故有震训 目望于春 故震居东方 训义属木 又能生火 齐向魏丰 故居东南 得信间者明知为今 经望于秋 故居西方 甘亦属经 又表须迷世四宝所成 在此的知悉北也 幼徒说有巴 或语就同 或语就义 只贵遥通如是心药而已 观者数之偶义尽时 校客一禅记事 锐 刀士大师五年 每见酒精一学之事 一文大师念义 无不轻浮 遂发心目子全集 折以一禅居首 大师解义记弊 方出图说 故并赋予莫卷 或有问曰 自养本意 图说在前 为圣人做义经为之指 全在语言文字之先 惊呼的道至耶 大师答曰 圣人物无言而是有言 学者应有言而物无言 所以古有作图又书之说 何道之有 且文字与图皆飙阅指而 不肯观阅 而真指之前后 不义或呼 问者莫然 自应孝可 并识此语 愿我同志阅思编者 了知 文字与图无非无人心性注脚 不作有言会 不作无言会 数不复法恩义 门弟子通瑞百拜敬书 周一产解卷第十 周一产解十卷连圈 计自十一万五千四百十八个 又加客挂相供十八个 由愿款支付客资扬二百六十元四角 民国四年下六月 精灵客金处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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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